第741章 蠢到深处自然萌 装备掉也就算了 山德尔船长的腰带是30级装备 很快就会落伍 最让陆离痛心的是经验 20%的经验值掉落 他心疼的都想哭出来 这些经验他要花两天才能刷出来 在血牙祭坛上用了7件稀有材料 也不过涨了20%的经验 在工会人员列表里找了一下有待命 备注的盗贼 工会成员可以修改自己的备注 如果去下副本就修改成副本中 如果去战场就写 PK中如果什么都没做就写待命 大部分的工会成员都有 尤其是精英团必须随时标注自己的动态 狼牙 鲜红又月 能量不足 嗜血残阳 四个精英团的盗贼依次禁足 他们此时正在工会频道闲聊 一副很闲的样子 所以被陆离选中了 这几个人都是比较早进工会的 第一时间加入精英团 见证了工会的成长 现实中陆离也见过 比较值得信任 发生什么事情 老大族我们是要打架吗 鲜红又月惊喜地问道 上刀山下火海 在所不辞 能量不足有点中二 很肥猴子 战场队伍里的固定成员 技术还可以 是一点比较典型的PVP玩家 既然上刀山下火海都成 那你们来做炮灰吧 陆离叹了口气说道 他只能对这几位兄弟说抱歉了 他打算用这些人在前面探怒 之所以找精英团的人 那是因为普通盗贼 根本担负 不欺引怪的任务 行 老大说地点吧 没有哀声叹气 沉默了一下后 嗜血残阳用坚定的语气问道 阻了他们之后 陆离呼叫了 正在向着小蜜蜂 一个心情做任务的小八将 这么小的丫头 当然不是用来当炮灰的 如果有人挂了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他负责复活阵亡的队友 自己起来 掉落百分之二十的经验 被复活起来 掉落百分之十 完全不同的概念 几十秒后 几个人就出现在了 新特兰的传送阵 扩大到八个人的队伍 再次踏上了前进之路 这一次 第一个挂掉的是狼牙 他的等级稍微低了一点 技术方面也有点弱 不过挂掉的位置 离怪比较远 小八将够得着把他救起来 就这样 看到黑漆漆的试炼塔 已经是两个多小时之后的事情了 这一路挂了不少人 除了陆离 其他五个盗贼 平均下来 每人都挂了两次以上 但是他们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确确实实是好样的 陆离直接画了不少工会积分给他们 足够他们从工会仓库里 兑换一件黄金装备 还要剩 站在试炼塔前面 小八将养着小脑袋问道 这是什么地方 问那么多干什么 汤圆 准备起门 陆离拍了一下小姑娘的脑袋 指挥芝麻馅儿 汤圆把传送门给召唤出来 他刚才已经通知根号三 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 一听说有地方能够让大家疯狂刷集 而且还有道具装备拿 根号三毫不犹豫地开始动员大家准备 一个个大型团队被组织起来 这一次召集的对象就不限于精英团了 凡是在和江南贵族战斗中参战的成员都可以 芝麻馅儿汤圆从队伍里退组 然后进根号三的团队 给他小队长身份后 他在两个眼前的人 这样就能把整个团队的人一个个地拉过来 裁决之剑已经不止一次地享受这种传送 所以大家有条不紊地开始行动 几十分钟之后 千百上千的裁决之剑成员在试炼塔前面铺开 他们按照陆离的吩咐 对周围的怪物展开轻角 一个个试炼塔的钥匙爆出来 先来的人先进去 后面还在源源不断地拉人 在场几乎没有人能够像陆离当初那样 一个人打出SSS的评价 所以他们在陆离和根号三的安排下 组成一个个五人小队进入 一个负责抗怪 一个负责治疗 再来三个输出 效率比陆离单人要高得多 陆离上周刷了一次 这周已经刷新再次获得了进入的机会 他这次也组了人 小八将治疗 残梦 诺语和陆离输出 负责防御的是与四流浪人 他是裁决之间的骑士团团长 也是守夜人小阵营的头头 这样的阵容不算最强 不过拿SSS还是没问题 前面三层几乎是一路碾压 连小八将这个被选来做治疗的家伙 都撒欢式的到处追着怪物打 SSS通关奖励还算丰厚 经验条谈了几次 最让他们激动的是通关奖励 每个人身前都有一个大转盘 各自能够获得什么东西 都只能看各自的造化 陆离这一次 果然没有第一次来那么好的奖品了 第一次抽到了一件青铜装备 直接被他给扔了 第二次是一本垃圾技能书 也是没人会要的货色 第三次倒是实来运转 他得到了一本出击奇数技能书 虽然他用不到 但是可以拿去给工会里的其他人 诺语与四流浪人和陆离差不多 诺语比陆离的运气还差 三件都是装备 最好的是一件白银 没一个像样的 倒是语与四流浪人 得到了一本该职业技能书 是他之前没学过的 当场就学了 小八将虽然被很多人称作系统亲闺女 但是这在里运气也不怎么样 只有第二次的时候 得到了一个十八个的背包 最让人羡慕极度恨的是残梦 这个手红的小猎人 在这里也逆天地让人目瞪口呆 如果小八将是系统的亲闺女 那残梦真有可能是系统的亲妹妹了 难道蠢萌到一定的程度后 都能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 第一次他得到了一本技能书 第二次他得到了一匹坐骑 没错是一匹坐骑 白色山羊 这是矮人族的专属坐骑 需要声望和金币 联盟这边的其他种族 如果把声望刷到一定的程度 也可以高价购买 不算太稀有的东西 可是目前就连矮人族的人都 未必买得了山羊 他得到这匹坐骑 已经足够让人眼红了 第三次技能点 残梦的技能点不比陆里少多少 加上他的装备也不错 打出来的伤害 如果不考虑群伤的话 比火系法师诺宇都要高 曾经连组队都找不到人的小菜鸟 如今已经能够和顶尖玩家并肩了 第742章 齐心协力 第四次是35级的怪 其实压力也不是很大 只是比起前面三层 没办法办到秒杀而已 陆里的杀星装备发挥巨大作用 杀怪物的效率比诺宇 这个法师还高 这一次也完成了SSS的评分 每人身前再次出现了大转盘 一个技能点跃入眼帘 陆里看着那个技能点 心里犹如有一只猫在抓 他的技能点紧缺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 或者说高手之间的比拼 当装备和技术之前的差距越来越短 很多时候 就是技能等级之前 差个那么一两级的事情 这可不是华影杯的时候 那时候赛手们 还处于适应新游戏的阶段 现在已经是游戏开放四个月 如果还有谁没适应好 那干脆就别做赛手 回家抱孩子算了 梦梦 往左转还是往右 陆里按住转盘 扭头问道 残梦很努力地想了想 回到 嗯 男左女右 你还是向左吧 就这结论 用得着想得那么努力吗 陆里突然发现自己问的问题真心无聊 这种事 问他 就是一个错误 也就不抱什么希望了 不过既然朝右 朝左都无所谓 干脆按照他说的 死马当作活马一 朝左用力转了一下 其他人也不忙着去转了 都关注着陆里究竟能够转到什么 转盘轰轰轰轰轰地转动着 指针飞速旋转 从快到慢 最终 我去 还真的成了 洛宇目瞪口呆 他本来也觉得这问题问 残梦很可笑 如果残梦有这个本事 那就不仅仅是团宠那么简单了 陆里傻傻地看着自己原本消耗一空的技能点数量变成了一 也就是说 他抽中了技能点 我也试试 男左女右 给我拿下这本技能书 与似流浪人紧随其后 他的八样东西 只有一样是本技能书 还算极品 其他都是不值钱的东西 他的目标是技能书 或许残梦的好运气 真的可以传染呢 大家都屏住了呼吸 看着转盘的指针 魔性一般的油筷之慢 然后停在一件白银装备上 坦白地来说 这件白银装备 其实还凑合 带了一个减伤特效 外加一个血量上限加5%的极品属性 然而对于已经开始追求黄金装备的诺语来说 这个无疑成了鸡肋 技能书没抽到 男左女右失灵了 孟孟都还没说呢 要一次一次地来 孟孟快告诉我 怎么抽到这个配方 小八将看中的 是一个饰品配方 一个黄金项链 项链属于比较难出的装备 白银项链的价格 至少比同类其他部件高五成 而黄金级别的 更是重金难求 就连不怎么太懂装备属性的小八将都知道 这玩意一定值钱 嗯 残梦认真地想了一下 说道 今天星期三 那就往右转吧 星期三和往右转 究竟有什么联系 大家一头雾水 完全不明白 这丫头的逻辑从何而来 不过往右转这个建议 倒是一清二楚 小八将毫不犹豫地 把转盘往右猛地一转 为什么没抽到 小八将拿着一本 他早就学过的技能书 一脸忧怨地看着自己的小闺蜜 你们还真以为我有这本事啊 说不定我自己都抽不到好东西 残梦都懒得吐槽 这些用特殊眼神看他的小伙伴了 他自顾自地转了一下 然后抽到了八件东西里 最好的那件稀有材料 四个人一脸忧怨地看着他 真心的懦语也让残梦给了建议 结果他只抽到了一个垃圾装备 最终的结论就是 残梦的运气真心不是一般的好 而他给别人建议就不那么靠谱了 至于陆离能够用他的建议 抽到技能点 完全是走得狗屎运 第五层 四十级的怪 陆离他们这个小队 终于也开始有了压力 上次他独自一个人 杀这层的怪得到了一个双S的评分 这一次他没有独自一人 而是组了队 就是为了这一层拿个三S的评分 毕竟评分越好 东西越好 只是人多了 怪也变多 很难说那种刷怪方式更有前途 这一次 陆离专门负责拉怪 拉过来的怪全部由与四流浪人扛着 四十级怪物的话 懦语和残梦就成了主力 懦语是法师 本来就是群商触众的职业 而残梦除了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群商技能 他这次带的宠物 是一直有两个群商技能的火烈鸟 小八将自然要加血 与四流浪人等级比怪物高 然而怪物数量达到一定的程度后 打得他血量也哗哗掉的厉害 再快一点陆离 就看你的了 洛宇灌了一瓶恢复魔法的药剂 疯狂地释放着技能 哆拉 我扛得中 与四流浪人虽然不似蔚蓝海风的装备那么好 不过这里都是普通怪 他用一种一边移动 一边释放群潮技能的方式 愣是撑了下来 这种移动抗怪的技术 目的是让同一时间 能够攻击到他的怪物数量达到最少 再加上小八将不停地刷各种治疗技能 与四流浪人的血量总能保持在二分之一以上 距离承受极限 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喊着让陆离再多拉一点 既然他们都这么说了 陆离当然不会让他们失望 本来速度就够快 再开加速拉怪 效率进一步提升 很多怪挤着怪密密麻麻地盯在他后面 看上去就像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为了3S 拼了 洛宇眼看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咬咬牙吞下一瓶药剂 这是他做任务得到的极品药剂 增加伤害50% 持续5分钟 仅仅只有这么一瓶 一直没舍得用 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药剂使用后的效果非常明显 大片飘起的伤害暴增 怪物死亡的速度也随之增加 残梦也有类似的东西 虽然效果没诺语的这么强 用了之后 也能增加一点清怪速度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 五层的怪物很快被清剿干净 所有的时间比预想短了很多 系统提示 他们得到了SSS的评价 一切的投入都有了不错的结果 我这里有一件暗精装备 我这里有一匹做起 我这里有一个极品配方 我这里的八样东西都很不错 第五层的SSS自然要比 第四层要好得多 毕竟面对的是四十几的怪 第743章 地金火箭靴 陆里眼前的八件东西 同样不错 一件稀有材料 是他很喜欢的恶魔之影 属于燃烧军团BOSS才会出的极品 无论是留着做装备还是拿去升级经验和戒指都非常合适 一本技能书是强化影席 这个技能一出现陆里就眼红了 他特别的想要强化类技能 现在只有一个强化狼人变身 虽然很稀有 但是对他的输出其实帮助并不大 盗贼职业必须能够保证一定的输出才能在赛场上生存 输出的话 首先看装备 其次看伤害技能 技能这种东西谁都有 或者早晚都会有 比如抹猴 反手被刺 肾击 伏击什么的 陆里在这方面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 然后就是技能点 谁的武器技能多 谁的输出就高 陆里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并不大 和其他盗贼赛手拉不开差距 作为一个重生者 他深知强化技能的牛掰 特别希望能够比其他人更早地拿到强化技能 这本强化影席就是他特别希望得到的 影席是他最常用的技能 强化影席的伤害会比普通影席高至少20% 有了这个技能 他的整体实力都会有明显进步 除了稀有材料和强化技能 他还看到了一张配方 地金火箭靴 真是意外 陆里甚至幻想过 见到机械式的摩托车 也没奢望能够这么早就见到地金火箭靴这种东西 地金火箭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鞋子 而是一种能够附加到鞋子类装备上的道具 他除了能够一定幅度地增加移动速度 还能短距离跳跃 堪称杀人夺宝居家旅行的绝品东西 上辈子到陆里重生那会 也就是游戏进行三年后 谁要是鞋子上不带个火箭筒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PVP玩家 当然 这么好的东西需要的工程学等级也不低 没有专家级别 指望做出来 再加三件黄金装备 两件白银装备 这就是摆在陆里面前的诱惑 前提是他能够转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最想要的是强化影席技能书 其次是工程学配方 然后是恶魔之影 再不计是一件黄金装备 哦不 如果是黄金装备的话 还真有点不甘心 再好的黄金装备 总有过时的时候 而且 这几件黄金装备的 也不见得比他身上的好 至于那两件白银装备 如果真抽到这两件白银装备 陆里可能会立刻吐血死掉 梦梦 往哪边转 如果我想要这本技能书的话 陆里说话的声音都有点抖 他期待地看着残梦 虽然心里也知道 这种期待并不靠谱 嗯 我觉得应该朝左 不 还是朝右吧 上次朝左转到的技能点 这次一定是朝右 残梦被陆里看得都不好拒绝他 咬咬牙 再次充当了一次小神棍 小神棍的话 给了陆里一点信心 他破釜沉舟的 朝右用力转了一下 其他几个都等着陆里出结果呢 这一次陆里的转盘里面东西最好 另外四个转盘虽然也不错 但是比起来都差了一些 上帝保佑 陆里闭上了眼睛 发出了无信者的祈祷 他不太信神 因为上辈子无数次的祈祷 有谁能救救他的妹妹 最终等待他的总是绝望 哇 有人惊呼出声 出结果了 而且听语气还不错的样子 陆里心中一喜睁开了眼睛 呈现在他面前的画面 是指针指在了工程学图纸的位置 我操 为什么不是技能书 这破指针 只要再多赚一点点 下一个就是技能书啊 图纸 地晶火箭靴 配方 工程学 需要 专家工程学 280 使用 教你学会制作地晶火箭靴 地晶火箭靴 为你的靴子装上一对翅膀 让它拥有火箭一般的速度 移动速度增加5% 火箭跳跃 使用 跳跃8码距离 冷却时间2分钟 使用时一定概率发生爆炸 爆炸后地晶火箭靴效果消失 运气好的话 你或许能捡回一些零件 哪怕是一双很普通的靴子 只要加上火箭筒 都会摇身一变 成为极品 只是280的专家工程学要求 让陆离非常的痛苦 自从艾维炸弹之后 他已经很久没有去练习工程学技能了 别围观了 等做出来之后 给你们一人一双 不过材料自己出 陆离无力地摆摆手 老大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凑齐材料 其他几个一听 立刻喜笑颜开 这个东西如此的极品 花费的材料自然不菲 不过在场的大部分都不缺钱 没有谁觉得自己凑不齐材料 不急 升到280 还有一段时间 你们先抽奖吧 陆离将需要的材料发了出来 五个转盘 现在只有陆离的出结果 其他人的都还等着没转呢 其中不乏极品的东西 甚至有一只 做其陆离感觉拿出去的话 一定能卖出个天价 DK码 45集副本 斯坦索姆浮云般的概率掉落 事实上 就算是陆离穿越那会 能拥有这种 做其的人都少之又少 有几个信任 还是通过这种抽奖方式 或者特定活动才拿到的 不仅仅是因为掉落概率低 这种做其拉风 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它比亡灵种族的骷髅马 和无头骑士的缰绳 都要好看 流浪 一定要把做其转出来啊 落语拍拍 语似流浪人的肩膀 不怎么抱希望的说道 如果这个转盘是 残梦的就好了 它的逆天运气 会让大家觉得 做其也不是梦 别给我压力了 我都快哭了 你们没发现吗 语似流浪人苦笑 他果然没转到 只得了一件黄金装备 此人心理素质不错 很快就被黄金装备的 优异属性所征服 屁颠屁颠地换到了身上 八将运气依旧一般 这一次得了技能书 战负 大部分的德鲁伊 都会这个技能 落语也是抽到的装备 还比不上 与四流浪人那么极品 大家只能去期待 残梦抽到那把暗金弩 三个极品特效的暗金弩 应该不比传奇装备差多少 如果抽到的话 多半就是曙光 最极品的猎人武器 第744章 染指 你们别要这样看着我 我紧张 小猎人弱弱地说道 快点 八将拍了一下他的脑袋 满脑子的极度 已经挽救不了脆弱的友谊 他也好想像闺蜜这样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也没见残梦对向左转 还是向右转纠结 小手抓住转盘 很随意地动了一下 结果就真的抽中了 40级按金弩 残梦秒枪换炮 攻击力进一步提升 第6层 45级的怪物 这不仅仅是5级的差距那么简单 怪物的等级开始超过玩家 这里除了陆里的等级 到了44级 不至于在等级上被碾压 其他人都才41 42级 曙光的等级惩罚是3级 超过3级 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 无论是伤害还是承伤 都成了影响刷怪的重要因素 刚才与四流浪人 老是催路里多拉怪 这一次还等拉多少 他就惊叫着喊停了 对MT来说 高等级怪物 最让人头疼的地方 在于暴击 这一层 咱们能打就不错了 3S没什么可能 尽力而为就行了 陆里上次这一层 连尝试都没尝试 这一次能打就不错了 人不能太贪心 知足常乐 既然陆里都这么说 其他人也就不那么紧张了 这些怪物的经验很高 诺宇看着经验条感慨地说道 他现在也算工会高层了 而且还是对工会活动 非常积极的那种 这一次和江南贵族的火拼他 每一次都冲在最关键的位置 短短的几天时间 就已经死了四次 就算有队友即使复活 等级也掉了半级 要说不心疼 那纯粹是骗人的 这一次陆里带大家刷试炼塔 3S评分除了抽奖 另外一个重要奖励 就是经验值奖励 他们的经验条 已经前进了30多 损失的经验 已经补回来的差不多了 尤其是眼下这一层的怪物 等级高达45级 给的经验 比一般的精英怪还要高 最后的准boss 也非常的难对付 技能多 伤害高 更恼人的是 回血速度太快 打下去1000点血他 立刻就能恢复500 换作一般的队伍 根本就耗不过boss 当系统提示他们 完成了第六层的通关 并且得到了A级评价的时候 陆里他们都有些惊讶 不是嫌弃评分低 而是没有料到 会有这么高 本来都不报什么 只忘了的 无论是什么评分 只要通关 就有抽奖的机会 他们的前面 很快再次出现了抽奖转盘 东西都比较一般 和之前五层的抽奖 想必实在是差太远了 陆里这八样物品 其中有一半都是垃圾 两本技能书 都是他学过的 一张武器铸造图纸 铸造出来的装备 只是白银级别 属性也非常一般 材料到一点都不便宜 花钱弄这个 纯粹浪费 既然没什么好东西 陆里也就不那么在意了 随手就转了一下 结果转到了一件垃圾装备 其他人也差不多 也就是残梦转到了一本技能书 虽然不算多极品 但是他目前还没学 正好能学 第七层是五世纪的怪物 陆里的小伙伴 是想要尝试一下的 但是被陆里果断地阻止了 试炼塔里面都是 小怪没错 只有最后才有一个准boss 其他环节连精英怪都没有 然而 如果要是有人觉得 五世纪的普通小怪很好对付 那他就离死不远了 只要开始闯关 只要不死 就没办法强制结束 陆里他们从试炼塔出来后 外面依旧人山人海 裁决之间八万玩家 只要这几天有参战记录的 都被拉了过来 这个数量足足达到了六万多 这么大的动静 其他工会的人自然早就知道了 他们不仅知道 裁决之剑的人在疯狂刷集 甚至能够轻而易举地查到 裁决之剑的人在什么位置 坐标一清二楚 这几天 和裁决之剑 针锋相对 站得难解难分的江南贵族 坐不住了 他们派出了数万人规模的大军 不仅想要燃指这个炼籍 赚刀剧的圣地 还打算用武力和裁决之剑 算笔总账 景色无伤才不会承认 这场战争 他们的失利是实力不如 和他们正面对决 事实上 他的想法 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江南贵族几十万人 要是真和裁决之剑 铺开对决的话 完全可以做到五对一 一小队人打一个 完全可以 虐死裁决之剑 数万人传送到新特兰 奔赴试炼塔所在的这片森林 其他工会虽然没有什么大动静 但是情报早就已经满天飞 他们时刻关注着江南贵族的进展 一旦江南贵族成功地进入试炼塔 其他工会自然不介意奋一杯羹 TK and C0 五十级的怪物在人数的优势下 由四指弧 几十上百个技能砸过来 立刻卸菜 但是如果是五十一级的呢 五十二级 五十三级 五十八级 五十九级 当江南贵族的百人团 遭遇了一只六十级螳螂怪被强势团灭后 所有的工会都失去了乐观的心态 这还不足以让人绝望 毕竟六十级的怪物并不多 遇见六十怪 大可牺牲点人把它引开 真正让江南贵族沉默的是 迅猛龙boss等级不算高 只是五十五级的boss 然而一下子出来三只是闹哪样 这一次江南贵族损失的更严重 有七百多人在这次遭遇中被屠杀 这片森林里到底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江南贵族用死亡试探出来一个结论 一旦人数规模超过百人 就有可能引得boss从天而降 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缩减探索队伍的规模 短短一个多小时 江南贵族的人死亡高达三千多人次 比之前和裁决之剑打一天损失的还多 一个多小时后 江南贵族的人终于穿越森林 来到了试炼塔前面 然而迎接他们的是 裁决之剑的迎头痛击 几乎没有做出什么抵抗 就被杀个一干二净 本来就只是一个百人团 精力战斗走到这里 能剩一半就不错了 明治的工会已经决定暂时放弃试炼塔了 虽然他们也并不甘心 可至少比江南贵族这样送死要好 只有威宇格不打算放弃 第745章 共享 帮我们拉三个人过去 你开架 水精灵的声音传过来 清脆悦耳 有点强人所难 这个要求让陆里有点为难 用脚趾头思考 都知道这不仅仅是拉三个人那么简单 威宇格的三个人 其中一定有一个术士 而这个术士 一定学了芝麻馅汤圆 一模一样的传送门技能 上次大家一起去马拉顿出的那本技能书 被水精灵拿走了 如果是水精灵一个人的话 就凭大家之间的交情 陆里绝对二话不说 把他拉过来 现在不仅仅是一两个人的问题 只要威宇格的术士过来了 那接下来 绝对是威宇格 以及其附属工会 几十万人接踵而至 甚至还要算上 无双城这个盟友 这一次刷六层试炼塔 陆里得到了大约14%的经验值 落语他们比陆里低两级 升了30% 等级最低的 残梦升了40%多 如果换做等级再低的 直接就是半级经验 虽然统计数据还没到手 但是陆里敢保证 这一次裁决之剑人均 至少上升了一个等级 这是专属于他们的升级 非常有利于 缩短他们和其他大工会之间的差距 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也能够成为裁决之剑 吸引高手加入的巨大优势 说不定能够掀起一次 大规模的入会狂潮 我们不会是敌人的 水精灵也知道自己的要求过分 但是试炼塔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为了工会的长远发展 他必须厚言向陆里提出要求 甚至打算签署陆里可能提出的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陆里沉默了 他无可奈何 只能找根号三上了 三哥 现在你说怎么办 我以为他的就是你的 你的还是你的呢 你们不是早勾搭一起去了吗 根号三今天心情大好 忍不住开陆里和水精灵的玩笑 三哥你够了哦 陆里无语 为语格体系算上无双成的话 足足四个大工会 加在一起至少六十万人 并不比江南贵族差多少 根号三算了算 也觉得牙疼 水精灵年纪不大 但是他接手了家里面 在游戏圈的一些势力 本来就非常厚实的底子 再加上这妞舍的杂钱能力出众 短短几年的功夫 已经发展出眼下弱大家业 微语格 无双成 蓝宇 速手遮天 四个排名前百的大工会 还有其他中型工会十几个 像他俯首称臣的小工会 更是多如牛毛 本来是咱们缩短 和大工会差距的机会 陆里苦恼 老实说 你想不想帮他 陆里 咱不来虚的 根号三一本正经的问道 什么意思啊 陆里不明所以 听到这个要求 你下意识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根号三装模作样的说道 这个非常重要 你最好实话实说 不然我不好做出正确判断 第一个念头 陆里迟疑了一下说道 但是我很快就意识到 这样做的后果了 你放心吧 我很清醒 哈哈 你还是差点答应了对吧 根号三笑得不怀好意 如果换做其他人 如果是血色战旗的龙臣 你会犹豫吗 当然不会 陆里毫不犹豫地说道 他和血色战旗的龙臣 又没有交情 就算原本有点敬意 也不足以成为 影响他思考的障碍 所以 陆里 水精灵 对你来说是不一样的 根号三的语调充满了怪异 说道 既然你喜欢他 干脆就答应他吧 说不定他一感动 就一声相许了 嗨嗨 陆里差点被自己呛死 三哥你胡说什么 哼哼 随你怎么解释 我懒得听 你答应他吧 根号三打断他 直接给出了答案 他居然赞成陆里 把试炼塔分享给威宇哥 为什么答应他 陆里想不明白 咱们自己独占这个资源不好吗 其实 咱们也独占不了多久吧 我估计也就是 下周恐怕就有人 能够到这里来了 江南贵族的人都闯进来了 他们差的 只是一本传送门的技能书而已 根号三解释说道 你不是说威宇哥有技能书吗 那他们大可和我们一样 派人护送那个术士进来 咱们也没办法阻止他们来试炼塔 咱们给他们的人情 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陆里又不是笨蛋 他其实也明白这个道理 而且 水精灵是一个骄傲的人 他只要欠下人情 就一定不会赖账 根号三一本正经地说道 去答应他吧 我很期待 根号三后面的话没说 其实他很期待 陆里把水精灵拿下 如果真的能够把裁决之剑 和威宇哥体系整合在一起 那他们就可以直接去挑战 荣耀之都的霸主地位了 陆里这家伙也老大不小了 早晚都要成家立业的 威宇哥的术士被拉过来 第二个传送门被召唤出来 试炼塔前面 开始出现裁决之剑之外的人 大家虽然已经结盟 可这样一起参加一个活动 还是第一次 得益与狗男女的流言满天飞 两个势力的人彼此倒也不难相处 只是有些仰慕水精灵的宅男 心里就难受了 狗男女传言果然不是空穴来风 关系不好的话 为什么陆里愿意把这块肥肉分享给他们 谢谢 报酬 水精灵没有第一时间进试炼塔 他过来找陆里了解一下试炼塔的情况 更主要的是来道谢 陆里答应的这么干脆 半点没提开架的事情 可他不喜欢欠人情 不用了 咱们是盟友 陆里摆摆手 刚被跟耗三那货调侃过 陆里就算是个木头 这会儿也很不自在 而且总觉得水精灵今天和之前有点不一样了 那 咱们两清了吧 五百万我不要了 对别人来说 五百万是一笔巨款 一辈子都未必能够赚得到 水精灵却并不把他放在眼里 他总觉得陆里欠他钱不好 就比如这次提个要求 还要斟酌语气 免得会让陆里误会他邪恩图报 不用说了 我还有事 你有什么可以找三哥商量 陆里有点不耐烦地打断他 欠钱 还钱天经地义 他可没想过用这种方式赖账 第七百四十六章 私人工作间 从试炼塔回来 陆里去了行政大厅 这里是一个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之一 宽阔的大厅里到处都来办事的玩家和 NPC没错 不仅仅是玩家 NPC也拥有自己的生活 如果不仔细观察的话 你很难发现他们和玩家有什么区别 有的窗口甚至排了好几百号人 但是这绝对不包括房产窗口 陆里来到的时候 这个窗口一个人都没有 游戏里的房产实在太贵了 很少有人愿意花几万 甚至更多的现实币在游戏里制产 九成以上的玩家住在系统的旅店里 到这个窗口来的 一般都是有钱人 所以陆里第一时间就吸引了周围的目光 有几个妹子看着陆里的背影 已经在心里组织着语言 谋划着来一场不着痕迹的邂逅 尊敬的冒险者先生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 原本安坐如山的NPC办事员看到陆里 立刻就站了起来 蒙面筋都遮挡不住哥德拉风 陆里也没想到 自己的声望已经到了影响这种NPC的地步 这可是组成NPC 智能设定很高的他们 很少会对玩家和颜悦色 这已经不能用单纯的有钱来形容了 我想在这里造一个综合工作室 顺便开通家庭仓库服务 陆里拿出自己的房契 递进窗口里面 买下来的家可以自己改造 不需要官方的允许 但是陆里需要的工作室技术要求太高 他根本没本事做出来 只能花钱找系统 至于家庭仓库 顾名思义就是家里面的仓库 额外的好处就是 能够连通系统个人仓库和工会仓库 前提是有工会仓库的权限 陆里是工会的主宰者 这方面的权限自然是最高的 他不可能一边练生活技能 还要经常跑去仓库管理员那里拿东西 请问您需要哪方面的工作室功能 NPC和颜悦色地问道 所有的吧 最好两个工作台 陆里想了一下回到 他自己用一个工作台 另外一个是给妹妹准备的 尽管陆星现在还不能玩游戏 一共三百个金币 NPC顿了顿 很快得出了结论 三百金币 已经可以在普通的镇子 买一个小房子了 居然被用来建造一个什么工作室 简直爆铁天物好不好 旁边那些正在排队 等着领任务的玩家 各个眼睛通红 家庭仓库呢 我需要把个人仓库和工会仓库 都连到家里 陆里很庆幸自己蒙着脸 他一点都没有在玩家面前装逼的意思 虽然上辈子 也曾经无数次地 羡慕那些财大气粗的玩家 并且希望自己 能够走路捡到神器 一具成为有钱人 这样的话 就需要两百金 加一起五百金 半石原语调理带着兴奋 系统赋予他智慧 也赋予他生活的压力 这样一个单子 能够给他的业绩 带来丰厚的抽成 简直比卖出去 房子还赚 陆里拿过收款器输入数字 然后确认 他背包里的六百多金 一下子就少了五百 最近这段时间 赚的钱 一下子全搭进去了 花费高效率也高 陆里从行政大厅 回到家之后 他们住所不远处 临近湖水的地方 已经多了一栋小屋 上面挂着一个牌子 鬼画符一般的 刻着炼金是几个字 游戏毕竟是游戏 不可能派过来一群工人 一点一点地建造 推开门 就看到一个非常宽敞的工作间 或者也可以说是宽敞的 有点吓人了 光是两个大型工作 就不是小屋能够容纳的 这个小屋显然用了 空间折叠技术 里面的空间 比从外面看要大得多 300金币花得很值 系统倒也没坑他 左边有一个银行入口 打开就能从里面 拿到银行里的东西 陆里能够看到 个人仓库里 那一排排的材料 稀有道具 包括他再过不多久 就可以装备的 那把传奇匕首 切换一下界面之后 就是工会仓库 他虽然土豪 但是和工会仓库比起来 简直不值一提 这毕竟是8万人集体的收藏 很多人喜欢往工会里丢东西 换取工会积分 从药剂 道具到装备材料 就算花一天时间 都未必能够盘查清楚 陆里拥有工会仓库的最高权限 能够拿任何东西 而且他也没打算故作清高 按了一下操作按钮 将工作台启动到工程学的选项 陆里的面前 立刻就出现了很多的烧杯等器皿 他打算趁现在有点时间 把工程学好好的练习一下 进入游戏之后 陆里从来没有放松过 练及下副本 还要打比赛锤练 PK技术 他的生活技能 已经全面落后了 无论是最开始的炼金术 还是后来为了造炸弹疯狂炼过的工程 就连能够带来丰厚收入的铸造 也闲置多时 当初和水精灵约定的 每天铸造三件装备 早就形同虚设 水精灵总不能逼着一个 八万人的大工会拥有者 给他打铁 陆里的工程学 现在只有174 差6点升到高级 他手里 现在有三张极品配方 一个是猪如变机器 一个是地精起波器 最后是地精火箭靴 分别需要240 260 280的工程学等级 也就是说 他现在还差远呢 他从工会仓库里 翻找出一张比较一般的配方 地精采矿头盔 这个头盔的属性很简单 就是可以增加采矿技能5点 除此之外 就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碰到高等级的矿藏 正好差几点采矿等级 有了这玩意 就皆大欢喜了 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 而且这张配方并不稀有 大部分的工程学玩家都会制作 指望做出来赚钱 是不太可能的 唯一的好处就是 制作这件装备 需要的材料比较便宜 陆里把配方学了 开始在干锅里 熔炼黑铁矿石 矿石是从工会里直接拿的 他堂堂一个工会老大 拿点矿石炼技能 就算有人知道 也不会说什么 在等待矿石融化的时间 陆里用裁缝刀 切割出来两块重皮 缝制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并不需要裁缝技能 陆里现实里 就会针线活 游戏里更没什么挑战难度 他把帽子的结构缝制好 然后把干锅里融化了的矿石液体 勾化出工程法阵 花了七八分钟的时间 一个地金采矿头盔就完成了 第747章 诸如隐形装置 练习生活技能 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 大约三四个地金采矿头盔 才能让陆里 升一个生活技能经验点 升到高级拆的六个技能 足足花了三个多小时 高级180 升到这个等级 就不是地金采矿头盔能应付的了 必须换一种更高级的东西 陆里将二十多个成品头盔 扔进了仓库 分别标上一积分的价格 工会成员只需要一个积分 就可以把头盔领走 也算是他给大伙发福利了 地金采矿头盔 虽然不珍贵 但最起码 也能卖几十个金币的 工会仓库里 有不少等级更高的工程学配方 陆里需要率选一下 做出来的东西 好坏并不重要 关键是手边上 有相应的材料才行 结果让他很失望 工程学是最难的生活技能 没有之一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 其中有一条 是危险性大 动辄就会把自己炸死 然后就是设计的东西太多 做个地金采矿头盔 陆里要熔炼矿石 这是铸造的范畴 要缝制皮革 这其实是裁缝的内容 更恶心的是他一个盗贼 要学会刻画工程法阵 这是明文师才擅长的东西 最后就是配方和材料了 裁决之建工会仓库里 有四百多张铸造配方 七百多张裁缝配方 然而工程学只有33张 完全是让人绝望的差距 而且 这33张配方有至少八成 不适合陆里现在的工程学等级 剩下的两成配方材料 又成了问题 工程学配方需要的材料比较杂 而且经常出现半生材料 所谓的半生材料 就是采矿或者采药的时候 额外收获的东西 采矿一般是宝石 采药一般是寄生菌类 就比如 陆里手上这张猎枪配方 需要一块红色孔雀石 这尼玛不是坑吗 有红色孔雀石这种东西 扔交易行都能卖上白金 谁会傻子一样的 做一件垃圾猎枪 唯一一件既有材料 又比较适合陆里使用的图纸 需要工程190 也就是说 陆里必须再升10点 地精采矿头盔是 铁定无法完成这个重任了 他想了一下 打消了去交易行翻找的念头 可以想象 交易行关于工程配方的页面 有多么平静 还不如找沈万三那家伙 试试运气呢 工程学配方 沈万三惊讶地回应 你该不会打算 升级工程学技能吧 对啊 有没有配方支援两张 钱的话好商量 陆里背包里的金币 经过升级工作间 和仓库的花费 其实也快见底了 不过他和沈万三是老相识 不管多少钱 都可以先欠着 不是钱的问题 你干嘛非要学工程 这个恐怕是 最没前途的职业了 沈万三苦口婆心地劝导 老沈啊 你觉得 游戏会设计一个 完全无用的生活技能吗 陆里并不解释 而是反问道 尤其还是这个生活技能 还特别难的情况下 嗯 但是目前来看 工程显然是收益最低的 沈万三虽然没办法反驳 可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再过几个月 估计老沈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有工程学配方的话丢过来吧 反正你也不好出手 陆里不打算解释那么多 他才不会告诉别人 工程学将来多么的有前途 等到大家惊觉工程学的重要性 估计他那时候 都是工程学大师了 炼金术不是必学的 因为陆里手底下无数炼金师 还有芝麻馅 汤圆这种专家级的炼金师 铸造也不用急着学 他有铸造锤 成功率更高 只有工程学陆里最看重 原因就是 今后有很多工程学 东西都是 没办法交易的 只有自己做出来的 才能自己使用 我这里有七张工程学配方 你看有没有可以用的 钱就算了 反正扔出去 也没人要 沈万三和陆里关系不错 但是还不至于狂妄到 要自作主张替陆里规划人生的地步 他劝了两句 见陆里不为所动 也就放弃了 陆里将他发过来的配方看了一下 选了两张 诸如隐形装置 携带者能够使用这东西 获得一个短暂的隐形能力 持续三十秒 冷却时间六十分钟 只能在非战斗状态下使用 说他有用吧 三十秒时间太短 而且战斗的时候不能用 说他没用吧 其实很多人还是习惯带一个在身上的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能救下自己死一次的经验 最主要的是 这张配方 需要工程学等级一百八十 正好是陆里 目前最适用的图纸 唯一不好的地方 就是 这玩意的主材料 是秘银 目前玩家 所能够采到的矿石里面 秘银几乎是最珍贵的 可以想象 用这张配方图纸升级 一定需要花费不少金币 另外一张配方 是自爆绵羊 自爆绵羊 比诸如隐形装置更加实用 和艾维炸弹的效果基本一致 玩家可以指挥这个机械 绵羊冲入怪物群中自爆 只是它比艾维炸弹用的材料更加繁多 然而仍然有一部分土豪 奢侈地用它来升级 WTTKO 自爆绵羊 需要工程等级一百九十 正好接着诸如隐形装置 其他的配方 要么低于一百八十 要么就是材料难寻 陆里放弃了这些 只选了这两张 他让沈万三游寄过来 很快就拿到了手里 制作诸如隐形装置的材料 主要是蜜银 然后是翡翠 次级月亮石 黄水晶 保险丝 制作过程 只要分为两个部分 先用蜜银和次级月亮石 制作发条式同步协调陀螺仪 然后在发条式同步协调陀螺仪的基础上 添加材料 制作成成品的诸如隐形装置 陆里线将橙色超过八十的一块蜜银钉 分割成一大四小五个部分 然后拿过那个大块的金属块 进行熔炼 这里的熔炼 并不是将它熔炼成液体 而是表面软化 以便于在上面刻画工程法阵 这是构成诸如隐形装置的主体 也是成功与否的关键 花费的时间最多 陆里刻完工程法阵 然后将四个小的 也按照不同的要求刻画完毕 零件制作出来后 接下来就是组装了 需要把五部分零件 用一定的符纹进行整合 每一个部件上刻画好的符纹 都必须和其他的零部件进行对接 只要有任何一处对接错误 都有可能造成诸如隐形装置的失败 第748章 高级工程学 其实诸如隐形装置 属于很简单的工程造物 只要工程法阵刻画不发生问题 然后组装的时候用点心 剩下的就是花费的时间多一些 第一个制作成功 后面一葫芦画瓢就行 陆里制作了三十多个 期间失败了七次 发生爆炸两次 好在这玩意成分里没有炸药 爆炸的威力一般 至少不足以把它炸死 成功地把技能等级推到190 然后开始制作自爆绵羊 自爆绵羊属于更加精妙的东西 用工程学NPC的话说 已经摸到了工程学神秘的门槛 材料涉及到毛料 烈性火药 刺激月亮石 青铜框架 高速青铜齿轮等等 数量比较多 不过和诸如隐形装置 比这些材料的价格都不算太夸张 一个诸如隐形装置的花费 足以制作出五个自爆绵羊 烈性炸药 陆里本来就有 之前为了做艾维炸弹弄了一些 仓库里还有点存货 陆里先将刺激月亮石墨成粉墨 刺激月亮石被广泛地用于工程法阵的刻画 因为它有比较不错的能量传导功能 然后是制作青铜框架和青铜齿轮 陆里在这方面比较擅长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铁匠铸造师 克雷索恩之锤 在这里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 然后就是在框架和齿轮上刻画工程法阵 好在这毕竟是游戏 系统也不至于变态到 让玩家准确无误地刻出图纸上的图样 只要不出现太大的纰漏 法阵会按照一定的规律半自动的形成 只是在刻画的过程中 陆里的刻刀一不小心就断掉了 青铜和蜜银不一样 蜜银更软 而青铜则坚硬得多 系统商店里购买 20银币一把的所谓精良刻刀 显然有点吃力 看来必须要弄一把好的刻刀才行 陆里叹了口气 努力地回忆了一下 记忆中关于这种工程学工具的攻略 很难为他还记得一个任务 据说有一定的概率 获得工程学图纸或者工程学道具 不过任务难度不小 他现在几乎没有可能完成 只能等45级甚至50级之后再说 换了一把备用的刻刀 陆里继续把半途而废的工程法阵完成 然后就是组装框架 安装腿部 还有用毛料对铜制框架进行包裹 原本冰冷的金属 很快就有了一点绵羊的形状 但是陆里并没有把绵羊缝制完整 因为内部还没有爆炸装置 名字叫自爆绵羊 其实绵羊还是水牛 都是次要的 最主要的是前面的那个自爆上面 绵羊空旷的腹枪是放置爆炸装置的场所 陆里将一些不用的东西收起来 清理了工作台之后 才开始进行下面的工作 接下来的部件爆炸 是很正常的事情 陆里不敢轻心大意 裂性炸药放进撑众盘里 准确无误地量取想要的部分 然后放入导进一个个的弹丸里面 一个完整的爆炸装置 很快就在陆里手上形成了 他小心翼翼地拿起来 装进绵羊的肚子里 然后长长地松了口气 系统提示他成功制作出了自爆绵羊 看了看花费的时间 足足用了20分钟 比预想中的要多得多 这样实在太浪费时间了 也怪不得大家都放弃工程学这个 一听起来就很高大上的生活技能 再难也要做下去 眼看着都快要到高级200了 争取今天游戏时间结束的时候 把剩下的这些经验生完 然后让工会里的人帮忙搜集一下合适的配方 陆里最近打算找个信得过的NPC 把艾薇的炸弹交给他 争取研究出更高级的炸弹 2000点火焰伤害很高 但是对现在动辄五六千 甚至更多血量的怪物来说 很明显不够用 如果能够研究出造成一万点伤害的高等级炸弹 说不定又可以疯狂升级了 一个个的自爆绵羊被陆里制作出来 背包里满了之后就转移到仓库里 反正他开了家庭仓库 不需要跑到银行也能使用仓库服务 专心的人没有时间观念 当系统提示陆里游戏时间快要结束的时候 他的工程学等级已经升到了高级203 继续制作自爆绵羊的话 已经没有什么经验了 最新的一次获得技能点 是他制作了五个自爆绵羊之后才获得的 陆里将工作间收拾好 练习更好三问了一下 今天是炼塔的情况 裁决之鉴的人今天收获丰厚 不仅仅是大量的通关经验奖励 通关后的转盘也让大家大转特转 其中更是步伐手气很好的幸运 光是坐骑就出现了六匹 其中有一个白色陆行鸟引起了轰动 陆行鸟基本特征为细长的脖子以及宽大的慧 还有两条细长的腿善于奔跑 常作为骑程用 特别是作为陆地移动手段 因其数倍于步行的速度 不论在旅行或是其他游戏生活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血精灵的种族坐骑就是陆行鸟 如果是部落其他种族 只要多多地刷银月成声望 早晚都有希望获得这种坐骑 联盟这边就惨了 想要陆行鸟无疑做梦 所以这只出现在联盟的陆行鸟 能够造成轰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连生活职业玩家都被拉了过去 跟耗三组织一批人专门带一个生活职业玩家 不仅能够让生活职业玩家也混点经验 还能多出一个转盘名额 至于配方什么的也是大有收获 有好几张工程学配方 其中就有一张是陆离能用的 需要工程学等级205 需要的材料也不是难找的 那位工会玩家抽到了工程学图纸 本以为是倒霉透顶 还不如得到一件极品装备呢 没想到陆离找到他 说是要用积分买他的配方 他当时就激动了 不仅仅是因为陆离出的价格比较高 作为一名陆离的粉丝 能够为偶像做点事 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此外 果然不出所料 魏宇格在这次活动中带上了无双城 陆离心里有点不舒服 他觉得 无双城是不属于魏宇格的大敌 这种自己让对手强大的作风有点傻 不过根浩三认为他 纯粹是极度 第749章 刘云 第二天上线 陆离没有去练级 也没有去工作间 别看他 似乎一直无所事事 其实眼下的游戏热点 就是职业联赛 只是裁决之剑实力雄厚 一般的工会 根本对他们构不成威胁而已 今天是第五场 之前的四场统统满分 积分已经到了40 这一场裁决之剑对刘云 引起了不少的瞩目 流云工会比较低调 但也是拥有正式俱乐部的大工会 在工会排行榜上名列第28 上一次的华影杯打进了百强赛 属于中流篇上的大工会 出赛的时候 有两个百强相遇 主办方差点感动哭了 尤其是负责解说的几位业界行家 更是感觉历经沧桑 终于等到这一刻 之前的比赛没办法解说 比如裁决之剑的前面几场 每一次都是肥猴子 或者猫猫爱吃肉包揽擂擂台赛 三下午除二就结束了战斗 团体赛更没有说头 完全是一拥而上 十几秒钟结束战斗 实力简直差距太大了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 难道要解说去计算 他们杀个人一共用多少秒 而流云工会不一样 他们也是有几十年历史的老牌工会 各种配套设施和组织架构齐权 旗下有赛手级的玩家多人 我什么也不懂 流云赛手 骑士职业 偏防御 兼顾伤害 ID叫做 我什么都不懂 其实无所不知 是有名的理论专家 被称作不懂大师 苏子 流云赛手 法师职业 算是年轻一代里面比较优秀的赛手 擅长奥数系法术 战场常客 荒猫 流云赛手 德鲁伊职业 赛手里面少见的德鲁伊职业 主流物理近战输出 辅修防御 也是一个能把一场比赛 磨到天荒地老的难缠人物 除此之外 他们的其他赛手 也都小有名气 在黑市的赌场 甚至有人开出了 他们能够击败裁决之剑的赌盘 只是买的人不多 只有一些想要走冷门路线的家伙 才敢一试 游戏时间现在是早八点半 裁决之剑和流云的比赛即将开始 其中一位 ID叫雨天的解说员 清了清嗓子 开始解说 没错 真的好期待这场比赛 雨天你说谁会赢 雨姐说是业界著名的纯白季节 我觉得 流云还是有希望的 雨天很圆滑地站在了中立的位置上 她笑了笑说道 其实我挺喜欢流云这个工会 圈子里的口碑好 只是他们这次运气有点背 出赛就碰到了裁决之剑 流云第一场不出意外的话 可能还是不懂大师 就是不知道 裁决之剑会安排谁先出场 在之前的四场比赛中 月光首发出场一次 肥猴子首发出场一次 猫猫爱吃肉 首发出场两次 陆离一直没有出现在擂台赛 纯白季节将话题导入今天的比赛 开始分析双方的出场阵容 我感觉 陆离是不会出现在出赛的擂台赛了 宇天用很遗憾的语气说道 如果双方还是各种各自的次序上场 纯白季节猛的一顿 高声道 比赛开始了 没错 双方的首发次序果然还是照旧 流云出场的是盛骑士 我什么也不懂 而裁决之剑 则依旧是猫猫爱吃肉 猫猫爱吃肉 是竞技场成长起来的民间高手 曾创下48场连胜的记录 多次击败过职业级的赛首 宇天语速飞快地介绍了 裁决之剑上场的女术士 双方都是比较耐好的职业 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拖延的策略 一交手就是全力以赴 我什么也不懂 追着猫猫爱吃肉拼命地输出 不给对方拉开距离的机会 正如解说白色季节说的那样 他们流云 如果想要在这场比赛中 拿到体面的分数 最起码第一场不能输得太难看 一开始的时候 猫猫爱吃肉处于弱势 血量被削减了不少 但是 当我什么也不懂的加速技能没了之后 小姑娘立刻用一个 类似于闪现的技能 拉开了距离 地狱拳宠物碎裂成灰 衣着暴露的魅魔 踏空而出 魅魔的伤害比不上地狱拳 但是却有魅惑技能 我什么也不懂 心里一惊 似乎就要上去把魅魔给控制住 这玩意血量贼少 他有信心在短时间之内打爆它 不懂大师要吃亏了 或许是旁观者清 又或者是因为 纯白季节本身就是技术不错的玩家 他敏锐地发现了 猫猫爱吃肉设下的陷阱 其实很简单 你打我的宝宝 我就打你 圣骑士和术士打 天生比较吃亏 宇天卫陷入恐惧的我 什么也不懂 找了点理由 虽说猫猫爱吃肉 压着我什么也不懂打 但是双方都是拥有 各种回血技能的魔人小妖精 一时半会 还真的很难分出胜负 大约过了五分钟 猫猫爱吃肉 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把对手斩落马下 而他自身的血量 也不足30%了 刘云第二个上场的是苏子 纯白 你说猫猫爱吃肉 有没有可能逆袭 兰姐说 宇天一想天开地问道 恐怕没这个可能了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尽可能地 消耗对手的血量 纯白季节照顾了一下 搭档的情绪 没有直接说你脑子有病 一个瞬间爆发力 不比活法差的奥法 而且各种加速爆发技能 都没动 你怎么和他周旋 也正如纯白季节 预料的那样 猫猫爱吃肉 根本没想到拖延下去 他第一时间 就爆发了剩下所有的能力 在他倒下的那一刻 刘云的法式赛手苏子 被打掉了40%的血量 我们或许有幸看到 活法和兵法的对战了 宇天提高了音调 说出在场观众的心声 应该不会 纯白季节摇摇头 当月光出现在赛场上 事实证明 纯白季节能够成为 业内知名解说 这份眼力 不是一般解说能够相比的 裁决之剑 不可能在这种比赛中 丧失太多的得分 所以肥猴子的次序 就必然会和月光调换 高端战士打法师 比法师打法师要容易得多 如果说之前的两场 还是势均力敌的比拼 那么月光对战60%血量的苏子 只能用碾压来形容 苏子从第一时间被控制 就只能被月光带着节奏走 第750章 把裁决之剑买下来 苏子一直提防月光的大旋风 月光是曙光目前最顶尖的战士之一 和宁氏 十一少 明破军 致命金库查等人齐名 如果说宁氏最著名的是冲锋技巧 十一少最擅长连击 明破军的控制 无人可出其右 致命金库查流血伤害 能要法系的命 那么月光最为人津津乐道的 自然就是他的大旋风了 一个是伤害高 第二个是技巧出色 让人不容易躲避 苏子看到月光上台 心思就全部放在 怎么应付大旋风上面了 所以 他留着闪现 一直不敢用 等到血量被消得差不多 才无语地意识到 对方根本没打算用大旋风对付他 千金难买早知道 早知道这样的话 刚才就用闪现拉开距离 也不至于打得如此狼狈 苏子被送出去的时候 月光还有85%的血量 几乎可以说无损的情况下 就把一个血量超过一半的法师给撂倒了 流云第三个上场的是 德鲁伊荒猫 荒猫的防御 要比之前的苏子高 但是他的伤害就远远不如了 他和月光磨了十几分钟 勉勉强强把月光的血量 磨到了一半以下 而他自己更惨 已经快要跌破30% 就在他想要转换形态 给自己加点血的时候 一直留守的月光陡然爆起 控制技能和高爆发技能 一个接一个地使出 直接把荒猫打得无力回天 就这样 猫猫爱吃肉和月光的一半血 直接耗掉了流云的三个明星赛手 三个赛手一去 流云剩下上场的两位更加不堪 他们类似也耗不掉月光 所以 擂台赛的结果 就是 裁决之剑得到了五分 而流云公会只 拿到了可怜的一分 如果裁决之剑第二个上场的是肥猴子 恐怕就不是这样一个结果了 最起码 肥猴子打不过荒猫 这是毫无疑问的 真可惜 流云输了擂台赛 雨天用很遗憾的语气 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 人性里有一种恶习 喜欢看弱者欺负强者 而且在场的也有不少人 私下里买了流云能够战胜裁决之剑 虽然一开始就没抱太大指望 但是真正知道自己 丧射发财机会 还是会各种谩骂 其实流云已经打得不错了 只可惜 他们碰到了月光 财爵之剑旗下拥有 曙光最强的战士和盗贼 这种说法不是没道理的 纯白季节跟着说道 最强的战士和盗贼就不说了 最强的法师被认为是肖默 其次是莫王峰 南波斯瑞等人 最强的牧师被认为是星辰银辉 温德利安 其次是星星南南 专职辅助 西山白 三月雨 萨满是空空 德鲁伊是童年无稽 其是是青旗孤久 满城风絮 树士是马蜂窝 猎人是耳热眼跳 痕迹 这些算是目前比较顶尖的赛首 这样算下来的话 财爵之剑 其实也算不上多出色 事实上 真正的霸主及工会 反倒没太多最顶尖的人才 血色战气是狂野 满城风絮 赏花品欲 荣耀之都 也是肖默 西山白 血鼻铁三角 团体赛的话 刘云恐怕就更没有机会了 解说员雨天叹息道 他这次说了大实话 当刘云的人看到财爵之剑的出场阵容 最后的侥幸也丢出九天云霄 他们必须面对陆离 肥猴子 猫猫爱吃肉 三月雨 落英回忆组成的强力阵容 月光下去休息了 不然更加地让人绝望 在精灵室的某一栋办公大楼里 坐在巨大办公椅上 戴着黑边眼镜的中年人 正在看墙面上投影出来的比赛景象 他旁边站着一个秘书 正磕磕巴巴地介绍这些出场人物 看起来对游戏圈子了解的并不多 恐怕都是临时抱佛脚搜集过来的资料 这个人叫三月雨 秘书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文件架 看起来很温柔的女孩子 和那小子什么关系 中年人抬抬手 打断了秘书的解说 他对三月雨的传奇经历 并不怎么感兴趣 普通朋友关系 秘书不是很确定地说道 他和他的哥哥 是陆离早期就一起下副本的伙伴 嗯 回头查一下 继续 中年人皱皱眉头 对秘书的语气很不满意 这个是猫猫爱吃肉 他和陆离也不可能有什么关系 是最近才加入裁决之间的新人 之前并不是赛手 和陆离没有交集 最近游戏赛制变了 陆离才找上他 秘书神色一领 飞快地介绍下去 即便跟着这位多年了 可他仍然对这位心血来潮的决定 摸不着头脑 比赛视频除非直播 观众之外的人是没办法看到的 更何况是拿到游戏外面 以看电视的形式呈现出来 秘书为了这个视频 可没少走门路 老板大早上的突然要求看游戏比赛 而且似乎对这个裁决之间特别感兴趣 他一个小秘书 又不是神 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就搜集到足够多 又能确定真实的资料 心里付费 可声音还是平稳又恭敬地继续下去 若因回忆 又是一个女孩子 这个战队怎么都是女孩子 中年人的眉头皱得更紧 快能夹死苍蝇了 老板 从商业角度来看 女性玩家更受欢迎 而且裁决之间知名的女玩家 长得都不错 秘书以为 老板想要找这个工会代言产品 或者想要进行商业投资呢 所以就分辨了几句 然后他就看到老板的脸色更加森冷 带着那么多女人 能成什么事 色字头上一把刀 这个陆里我就觉得不是个好东西 中年人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老板说的是 秘书吓了一大跳 再也不敢多嘴了 回头多搜集一些相关的资料 顺便看看 能不能把这个什么裁决之间给买下来 中年人沉默了一会 缓缓开口说道 好的老板 我会和商务部的人沟通 秘书更加困惑了 为什么一边骂人家 还一边谋划着要据为己有 老板你今天很矛盾知不知道 而且 小姐在游戏这一分 已经做出那么大的局面了 为什么还要花钱买裁决之间 第751章 湖畔阵的麻烦 陆离并不知道 有人打他们的主意 根号三 根本没把有人想要裁决之间的事情告诉他 两个人都不是急功近利的人 他们早就商量好 要独立发展 不会接受任何商业性的资金注入 所以 注资人究竟厉害不厉害 完全不在关注范围 那位霸道总裁同样不知道 他的宝贝女儿 再次和陆离混一块去了 因为陆离将试炼塔慷慨 分享 水精灵也同样回馈 过来一个高级任务 其实也算不上任务 只是水精灵的盗贼导师家乡受到了威胁 而他本人又抽不开身 所以 拜托自己的得意弟子去解决 水精灵的导师 是一位暗夜精灵大盗贼 属于暴风城国王的近视 他的强化被刺 就是这位导师传授的 陆离听到水精灵这么说 才想起来 强化技能的其中一个重要来源 导师 这个导师和普通的技能训练师不一样 技能训练师那属于大众 NPC 谁都可以接触 只能传授一些最基本的技能 别说强化技能 就算是终结技都未必有 而导师很少收弟子 一般只有几个 甚至只有一个 水精灵的导师 是湖畔镇的人 他让水精灵带着介绍信 去找湖畔镇的镇长 湖畔镇 位于赤己山的西部 北部与燃烧平原接壤的山脉 已被破坏殆尽 南部毗邻悲伤沼泽 逆风小径 向西则显现了爱尔文森林美丽的景象 湖畔镇之所以取其名 是因为一个大湖的缘故 大湖的名称叫做直水湖 直水湖面积很大 不同于爱尔文森林的水精湖 它近占整个赤己山 这块领土面积总额的六分之一 从西面的湖畔镇 到最东面的伊尔加拉之塔 横贯整个赤己山脉 湖的形状 如同一条没有张开双翼的龙 横卧在赤己山 这块中立领土之上 湖水很凳静 这里水草茂盛盛 温度适宜 水产丰富 其中最著名的 莫过于斑点太阳鱼 一种肉质嫩滑 个头饱满的鱼种 其他的城镇的商人 在与湖畔镇渔夫的水产贸易中 这种鱼占据了一个很大的比例 而且这个湖泊 是爱泽拉斯大陆 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很多玩家喜欢在这里逗留 如果不算这些玩家的话 湖畔镇人口约有两千人 镇里的政体为民主制 一有事情就开大会 不过这一次碰到问题实在棘手 根本不是开大会能够解决的 镇里的镇长是男性人类 年过五旬 名叫索罗门 是一位性格火爆的高级战士 该死的豺狼人废物 就没安好心 在过去两个星期里 豺狼人在这个地区的活动量 是以前的三倍 我担心 他们可能在酝酿攻打湖畔镇 索罗门一脸的愁容 就是他给水精灵的导师去的信 强烈要求 这位在外面混得不错的同袍 回来守卫家乡 豺狼人有什么可怕的 你也是高级战士 镇子上防护力量还不错吧 陆里一路上走来 见到了不少高等级的战士 你懂什么 索罗门镇长瞪了陆里一眼 说道 湖畔镇可不像你想的那样和平 东部有狼猪出没 兽人占据着北部 森林里游荡着狼群 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 最大威胁 其实是黑石氏族的堕落矮人 黑石氏族族群比我们多得多 他们在赤己山东部 建立了自己的城堡 隔着止水湖 与湖畔镇外的防御堡垒 石堡要塞遥遥相望 我们必须保证足够的兵力 提防那些矮人 其实 赤己山原本是这些矮人的地盘 他们才是赤己山的圆着居民 两百多年前 人类和兽人的移民踏足这里时 黑石氏族的堕落矮人们 就一直向外来种群发起战争 造成了大量的人类和兽人移民的伤亡 很多年过去了 直到那一天 湖畔镇的建立石堡要塞的构筑 该不会就让我们两个 去和豺狼人作战吧 陆里叹息 我们还有不少朋友 人数非常多 都愿意为湖畔镇做出贡献 水精灵紧接着说道 他和陆里都是大工会背景的人 分分钟就能拉来上万的后援团 对不起 我们湖畔镇不欢迎外来者 而且 就算是你们两个 也是看在杰诺的份上 才获得了我的信任 所罗门镇长本着脸说道 大爷的 老头你太傲娇了吧 大祸临头了 居然还挑三拣四 陆里很想一脚踹过去 好的 镇长大叔 我们现在需要怎么做 水精灵的毛子里染上一丝无奈 和陆里对望一眼后 只能接受这个任务 不能叫别人的事实 我要你到该地区的每一处 豺狼人营地去 尽可能地收集情报 到北边 东边和东南边的营地里 查看一番 不管你找到什么 都给我带回来 镇长很满意 眼前这姑娘的表现 完全无视了陆里的怒色 陆里和水精灵 只能带着这个任务 去探查湖畔镇周围的 豺狼人营地 这些营地的豺狼人 等级在四十级多一些 最多不超过四十五级 倒也对他们造成不了什么威胁 只是数量有点太多 因此 陆里和水精灵 干脆就一路前行着 反正第一步的任务要求是探查 几个营地探查了之后 其实也探查 不出什么名堂 不过陆里和水精灵 在一处营地外围 遇见了一个联盟赤后 我们是所罗门镇长派出来的 陆里看他似乎有点想动手 联盟说道 倒不至于怕这么一个四十多级的NPC 主要是他们需要情报 而这种名字 带着赤后字样的人 一看就是有线索的家伙 这是我最近的收获 你们把他带回去 交给镇长吧 这位自称叫做帕克的盗贼 冷漠地说道 拿着所谓的情报 陆里和水精灵 赶紧跑回了湖畔镇 但愿这个任务 不要像上次和芝麻馅汤圆做的那样 要跑无数个地图 无论是陆里还是水精灵 都不是时间多到用不完的人 我让你们探查豺狼人的动静 你们怎么回来得这么快 所罗门镇长直觉认为 这两个冒险者在敷衍 没办法 谁让他们两个魅力值 没小巴将那么高呢 第752章 湖畔镇买宅子 将帕克的情报交上去后 所罗门镇长的脸色的 才和蔼一点 看起来 豺狼人终于放聪明了 我收到报告说 他们和黑石兽人组成了联军 打算约定时间发动进攻 我需要详细的报告 朋友 我要你到赤脊峡谷西部地区的 瑞斯班洞穴侦查一下 寻找黑皮肤的兽人 地中海大叔凶残的刺刺牙 只要遇见就格杀勿论 从他们的尸体上搜点情报出来 好吧 如您所愿 杀人什么的 最简单不过了 虽然连年征战削减了他们的人数 但在毁灭者 黑手的多年统治下 实力仍然比较强大 陆离和水精灵两个盗贼 并不需要过于深入黑石氏族的营地 只要在外围杀点小杂鱼就行了 只要对手不是太多 就先闷棍住两个 然后快速清理掉剩下的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一份黑石攻击计划书 既然每一个黑石兽人 都有概率掉落 又何必非要去里面找大部队的麻烦 计划书爆出来 居然是兽人与血的 然后就面临了一个翻译的问题 好在所罗门镇长也没有强人所难地让陆离和水精灵去翻译 他让陆离和水精灵陷在镇子上休息一下 然后派人把信送去悲伤沼泽的德莱尼人去翻译 悲伤沼泽的德莱尼人自称失落者 他们和兽人们同样来自于德拉诺 而且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所以能够解读晦涩难懂的兽人语 偷闲一快 也不知道信什么时候送回来 所以没办法去野外炼击 陆离和水精灵便难得有了一点空闲时间 他们选择逛一逛湖畔镇这个据说玩家心目中的居住圣地 尽管这座舒适的小镇由于旅行者和商人的往来而显得喧闹 但他们似乎满足于观察世事变迁 钓鱼度日或者坐在商店里讨论着暴风城的政治 嘲笑着说如果那里能做到政治宽松 人民轻松自如 那么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湖畔镇每年都会在仲夏和仲冬期间举办两次节日欢庆活动 此时虽然距离他们的节日还有好几天 而且因为柴狼人的威胁使得市民无心操办 但节日的气氛终于还是体现出来了 一些旅行者甚至决定不去暴风城了 他们更喜欢住在湖畔镇 对于居住于此的人 包括农民、渔夫和那些退役的战士和法师而言 都觉得这里与众不同 人民友好善良 各自保守着秘密 湖畔镇欢迎任何来访者 这里有旅馆和酒店 里面都提供了卖酒 宫行人饮用 人们大声地聊着镇子里的八卦 陆黎和水精灵都不太喜欢的所罗门镇长 反倒很受拥戴 居民们觉得是他的亲近权力保护 才使得大家不受兽人和豺狼人的侵扰 将来如果有一天玩家可以占领地盘 我要把湖畔镇拿下来 水精灵歪着漂亮的脑袋看着陆黎 那言下之意就是问陆黎 你到时候会不会和我抢 好啊 但愿有那么一天 陆黎很干脆点头同意 他也觉得湖畔镇很美丽 却没有将之据为己有的打算 原因恰恰就是因为 这里实在太适合居住了 风景秀丽 气候温和 四周的那些威胁 其实都不难解决 生活太安逸 人就会生锈 陆黎喜欢的是 地方不管风景如何 最好是战争的最前线 他现如今在夜色镇多有布局 也算是为将来打算 不过 玩家占据城池 那应该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 我打算先在这边买一处宅子 你要不要 咱们正好可以做邻居 水精灵似乎并不排斥逛街 兴致非常不错 大约所有的女孩子 都有逛街的天赋技能 不管是现实中 还是游戏里 陆黎的妹妹陆星也是如此 即使以前家里穷 就算逛半天 也未必会买一件东西 可她依旧会非常高兴 好啊 以后没事的时候 可以在这个镇子小住 看着这张和妹妹一样 因为逛街而开心的脸 陆黎的心也变得柔软起来 趁着现在宅子便宜 咱们去买吧 水精灵心血来潮地说出买房子 可是仔细想想 竟然一点都不排斥 陆黎是个穷鬼 身上没什么钱 不过买房子也不算浪费 游戏里的投资最稳赚不赔的 其实就是投资房地产了 她在达纳苏斯的那个湖心小岛 就是明正 请问最好的房源在什么地方 女土豪出手 自然是要选最好的 最好的房源 那当然是止水湖边的那几栋小木屋了 办事员很热心地说道 你们小梁头早上起来 就可以欣赏止水湖上升起的太阳 那一壶金灿灿的湖水 你瞎说什么 我们不是 水精灵也有些承受不住 再彪悍 也只是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姑娘 呃 你们不是一起的吗 办事员知道自己闹乌龙了 也不知道该怎么补救 你们不是一对 一起来买什么房子 还有说有笑 一看就是有奸情好不好 你是真人 NPC 水精灵问道 啊 你居然知道真人 NPC 办事员吓了一大跳 似乎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秘密 陆离受到的震撼同样不小 什么叫真人 NPC 就算他是重生的 也不知道有这种事情 难道游戏里的一些 NPC都是真人扮演的 和玩家打交道比较多的 很多都是曙光游戏公司 在现实中聘请的人 大部分都是伤残军人 他们在游戏里 和正常人一样 水精灵在陆离旁边 小声地解释说道 陆离看着这个 NPC不由地肃然起敬 也不知道你怎么发现的 千万别说出去啊 我的权限可以给你们 打个九折的优惠 这个被识破的 NPC苦笑着说道 不用了 帮我们挑两栋 连在一起 位置比较好的宅子就行了 水精灵摇摇头 陆离扎扎嘴 也没说什么 既然水精灵都这么说了 他也不好说我 很想九折 有钱人家的孩子 和穷人家的孩子 差距就是大 两栋 办事员这才有点相信 这对男女是清白的 不过转念一想 连在一起的 和住在一栋里 其实差别也不大 想做坏事的话很方便 第753章 男法师和女法师 房子位置很好 价格却不高 两栋带着小园子 并且有一座尖塔 欧式建筑的宅子 只需要700多金币 按照目前的金价兑换下来 也就6万现实币 现实里就算是平民区 也买不到什么宅子 如果陆离的记忆不出错的话 最多再过两三个月 湖畔镇的房子 就会有一个恐怖的涨价 这个水乡小镇 也会成为冒险者最向往的小镇 这两座是法师塔 里面还有一些 炼金法镇之类的东西 之前有不少高阶的法师 在湖畔镇定居 办事员带着陆离 和水精灵看房子 顺便解释着 两栋房子的来源 原来的法师呢 陆离问 都死了 死在抵抗天灾军团的战场上 那是两个很有风度的法师先生和小姐 他们互相爱慕 虽然因为研究魔法不住在一起 但是 办事员指着两座尖塔之间的软桥说道 他们在两个法师塔之间连接了一座桥 每天朝阳洒在止水湖上的时候 就会一起喝茶 不知道为什么 陆离觉得 心里有点触动 也说不清触动了什么 嗨嗨 水精灵眼着嘴干咳了两声 觉得不好意思听下去 但是又想知道 关于男法师和女法师后来的故事 TTNO 后来 男法师和女法师相应盟军的号召 前往前线抵抗天灾军团 那是一片遍布不死生物的险地 阿尔萨斯王子疯狂地屠戮着 他曾经发誓要保护的人名 男法师和女法师再也没有回来过 临走之前他们把房子还给了镇子 就好像走的时候就知道 那是一条不归之路 唉 如果知道回不来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还错过 办事员叹了口气 水精灵的眸子 水光灵灵 似乎也被这个故事感动了 这只是个故事 游戏里的故事 陆离很难理解 水精灵这样铁骨铮铮的女汉子 为什么会因为一个故事而伤感 很笨拙地安慰 你 水精灵瞪了陆离一眼 转头走了 虽然生了陆离的气 但水精灵还是为两栋房子买单了 包括陆离的那一栋 因为陆离现在身上没有那么多金币 办完手续去见镇长 那张黑石作战计划已经翻译完毕 黑石大军正在集结 这些该死的兽人 计划书上说 兽人和豺狼人军队 正在东边大规模的集结 看来黑石将军加塞尔佐格 打算让部队铲平湖畔镇 然后直取暴风城了 索罗门镇长愤愤地说道 关键是要解决问题 陆离提醒他 跳脚是没用的 也不知道这个地中海大叔 哪来那么大的火气 对 要解决他们 给我叫托德曼上校过来 一个卫兵领命而去 不多时就叫来了另外一个地中海大叔 也不知道联盟NPC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会秃头 托德曼上校急匆匆地赶过来 身上还带着没有干透的血迹 他气喘吁吁地问道 大人 叫我什么事 镇子西边冲过来一群愚人 杀死了好几个镇民 我正带人对付他们呢 你看看这个 索罗门镇长的脸色更黑了 该死的愚人 还真会趁人之危 他已经不再对托德曼上校有所期待了 果然 托德曼上校也无法提供应有的帮助 湖畔镇本来就只有百世人的卫队 这一次愚人来势汹汹 已经让他们捉襟见肘了 我可以找人帮忙 陆里打断他们的哀声叹气 对 可以找人帮忙 听说过约翰 基沙恩吗 三次大战里 我都是他的指挥官 我这么跟你说吧 那人杀过的兽人 比任何活人都要多 如果有人能阻止黑石兽人入侵 那就是约翰 G 基沙恩 我们必须得到他的帮助 不然黑石大军穿过爱尔文后 湖畔镇就将是一处断臂残还 托德曼上校得到陆里的提醒 向他们推荐了一个人 可以详细地和我谈谈这个人吗 上校先生 看来这个任务没办法叫其他的玩家了 不过陆里也不强求 他开始对托德曼上校口中的这个约翰 基沙恩感兴趣了 哼 你们谈吧 我先走了 似乎不喜欢这个人 所罗门镇长气哼哼地离开了 约翰 J 基沙恩 出生于湖畔镇 原本是暴风亡国第十二军团的 一名普通士兵 他在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兽人战争时期 完成过248个任务 死在他手下的兽人不计其数 是暴风亡国当之无愧的人民英雄 不幸的是 在一次作战任务中 他被一支肮脏下剑的黑石部队俘虏 在被俘虏的五年时间里 他不断受到各种拷打和折磨 但是基沙恩始终没有屈服 后来 基沙恩终于从黑石兽人的监禁中逃了出来 历境艰辛 总算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英雄归来 按理说赤己山的百姓应该迎接他 并为他欢呼 但遗憾的是 家乡的父老唾弃他 反对他 责难他 还给他取了一个绰号 叫做兽人婴儿杀手 湖畔镇的这些居民 陆里冷笑一声 都是和平环境养出来的蛀虫 相比较爱泽拉斯的其他地方 这里的人们已经算是生活平和了 因此也就养成了不知民间极苦的习气 甚至对黑石兽人都抱有可笑的同情心 岂不知非我族类其心弊异 嗨嗨 姬沙恩的性格也是他无法和大伙好好相处的原因 托德曼上校勉强地解释了一句 一个战士 一个从尸山血海中走出来的战士 你还指望他和普通人一样 陆里不是很赞同托德曼上校的观点 年轻人 你说的也许没错 托德曼上校并不和陆里争辩 苦笑着说道 你应该能够和他合得来 希望能够说服他出来阻止黑石大军 他在什么地方 陆里问道 不远的将来 工会可以建设自己的要塞 那样的话就需要一定的防备力量 除了工会玩家 也可以招募一些比较特别的NPC 类似于击沙恩这种独立于官方之外的冰王 正是玩家最喜欢的类型 第754章 冰王 招募系统还很遥远 但是提前打好关系 只要关系好到一定的程度 到时候不需要招募 NPC都有可能自己送上门来 陆里原本有打算招募好的对象 但是如果能招募击沙恩 他也不至于拒绝 这种悲情英雄很合他的胃口 我听说他在湖畔镇旅店的地下搏击俱乐部打黑拳 找到他 把你所知的一切都告诉他 托德曼上校不是很乐观的摇摇头 长满一口气离开了 湖畔镇遭遇有史以来最大一场危机 但是他却无能为力 湖畔镇的人民 难道要为他们的无知和幼稚 付出家破人亡的代价 旅店还有地下搏击俱乐部 听起来好高端的样子 水精灵跟在陆里后面 好奇地说道 玩家也有去玩的 只不过一般都打不过NPC 毕竟是电脑数据 在相同的数据情况下 他们几乎从不出错 陆里上辈子就玩过地下搏击 地下搏击里 玩家能参与的都是修正场 也就是拥有和NPC同样的敏捷 力量等数据 然后凭借着拳拳倒落的击打 直到有一方被打得爬不起来为止 这样的比赛很少有玩家赢 就好像普通人下围棋 很难赢得过电脑一样 我可以去打吗 水精灵跃跃欲试 最好不要 平凶的才会去打拳击 陆里打开旅馆旁边 狗洞般的小门 猫着腰钻了进去 这是一排朝下去的台阶 水精灵跟在陆里后面 忍了很久才忍住一脚 把陆里踹下去 不过转念一想 陆里似乎无意中夸了他 地下室非常的大 基本上算是一个 综合性的娱乐场所了 有舞厅 有酒吧 有拳击赛场 也有赌徒云集的地方 所有的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纷乱和造杂 更让人无语的是 这里不是安全区 玩家是有可能被打死的 在外敌压境 鱼人 黑石兽人 豺狼人进犯的单 依旧有很多人 在这里醉生梦死 水精灵对什么都比较好奇 一看就是没接触过 这些东西的乖乖女 麻烦很快就找上门来 虽然戴着蒙面精 可水精灵娇好的身材 仍然吸引了很多的注意力 他水润的眼睛也非常漂亮 足以让人想要去探究 蒙面精下面的容颜 一个醉鬼 或者是装醉的玩家 跌跌撞撞地走过来 目标就是水精灵 就在大家都看笑话的时候 路里启动鞋子特效闪到目标背后 随手砍了几刀 就把他砍成了残血 而且他的匕首 就架在这个玩家的咽喉处 这里不许 PK 你想找麻烦吗 这个倒霉的玩家 声音都有点抖 能够主持这样一个地下娱乐场所 老板显然是有财力和实力的 PK会影响他的生意 在这里杀人 更是可以解读成对他的挑衅 一开始的时候有点怕 但是想明白之后 被路里攻击的玩家 就觉得自己有了底气 你应该求饶的 路里的匕首 从左向右轻轻一拉 血花似箭中 那个玩家的血槽 瞬间被清空 然后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哪怕没有五个连击点 路里的抹猴技能 也足以杀死这种花天酒地的菜鸟 居然敢在这里杀人 围观党们都开始兴奋了 他们似乎已经看到 地下娱乐场的打手们 把路里扔出去的场景 然而 让他们意外的是 那些打手们 并没有对路里动手 他们就好像没有看到 刚才那一幕一眼 就连地上还没被刷新掉的尸体 都可以当作不存在 走吧 下次不要和我抢挂 水精灵把匕首收起来 信信地说道 话虽如此 但是刚才这种被保护的感觉 似乎很好 该怎么破 路里无视周围 快把眼珠子瞪出来的人 带着水精灵 静止去了拳击赛场 他之所以敢杀人 一来因为这是地下场所 地下场所没什么太严的规律 只要你有实力 想干嘛就干嘛 NPC可以看到玩家的声望 而路里恰恰就是那种 让他们一看声望 就知道不好惹的人 二来嘛 他和水精灵 现在在做镇长 所罗门给的任务 NPC更不会难为他们 赛场上正在打比赛的 其中就有基沙恩 问为什么知道 很简单 因为看客们 比拳手还要激动 他们不断地喊台上 拳手的名字 基沙恩滚下去 诺夫 基沙恩去死吧 砸碎 被受人爆了菊花的小砸碎 他们为什么如此地 敌视基沙恩 水精灵一脸不解地 看着那个原本应该被花环围绕的英雄 一个完成过248次作战任务的超级兵王 就这么被一群人猴子一样的围观 然后在赛台上 被对手像的沙包一样的打来打去 你是一个战士 路里抓住擂台的绳索 扯着嗓子 吼了一句 被打得晕晕乎乎的基沙恩 似乎扭头看了路里一眼 然后梦吼一声 一拳击倒了比他要高大很多的对手 由此看出两人其实并不是一个层次的 这一拳 无论是角度还是力道都无懈可击 然而并没有多少人喝彩 就算是玩家也被影响地发出不知所谓的谩骂 我们有事 想要找你帮忙 基沙恩从擂台上下来 看也不堪路里地往外走 而路里就跟在他的后面 我今天的饭前有着落了 明天再来找我吧 基沙恩抛抛几枚金币 对路里所谓的找他帮忙并不怎么感兴趣 他不是打不过对手 而是要装作势均力敌的样子 不然的话 明天就没人愿意和他打了 路里的那句 你是一个兵 勾起了他的一点血性 不然他里都不会理这个冒险者 湖畔阵要完了 路里不放弃 有这样的好事 那真得庆祝庆祝 在把台坐下来 基沙恩抛给九宝两个金币 听到没有 湖畔阵要完了 给这位兄弟也来一杯 九宝一脸的厌烦 但是看在金币的份上 还是把两杯劣质的酒水 砸在两人面前 渔人正在西北攻击镇子 托德曼上校带着卫士在抗击敌人 路里也不嫌弃这酒水岔 端过来就惯了一口 托德曼上校 是个很厉害的人 基沙恩举起杯子进了路里一下 很淡定地说道 那些无知的渔人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 你就别操心了 第755章 第一滴血 托德曼上校或许很厉害 但是他现在忙着对付渔人 而湖畔阵真正的威胁 是黑石兽人和豺狼人组成的东部联军 他们计划联合起来进攻湖畔阵 现在湖畔阵的人民需要你的帮助 路里将情况说明 本以为基沙恩会重视起来 没想到他只是摇头 帮助他们 帮助那些宁愿 催我一口都不愿意对我笑笑的人 轻易地忘记保护过自己的人 似乎是人类的共性 路里真心找不到劝解的话了 他无可奈何地和水精灵一起去找托德曼上校 托德曼上校是基沙恩的老上司 或许有办法让基沙恩重返战场 他不愿意帮忙 完全可以理解 托德曼上校正在杀鱼人 一刀一个 看起来非常的强烈 只不过鱼人数量太多 源源不断 所以他也仅仅只是能够守住阵子而已 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我认识很多朋友 路里明明有数万手下 水精灵也只多不少 那些黑石兽人和豺狼人 只要等级不超过50 真心是有多少人都不怕 如果你和基沙恩要保卫湖畔阵 我们就要找到他的救部 我知道的最新消息是 他们所有人 梅森娜 约根森 卡拉克尔 还有丹福斯 都被黑石兽人给抓了 到东边奥瑟尔伐木场找找看 有没有线索 托德曼上校对路里的建议置若网闻 看来真的没办法找人来帮忙了 游戏里的NPC就是如此的死板 这种情形很少发生在现实中 我们一定救出基沙恩的战友 上校先生 就不打扰你战斗了 路里无奈地挥挥手 拉着水精灵离开了 感觉和一部老电影很像 叫做第一滴血 水精灵说道 想不到你还看老电影 路里惊讶 几百年前的老片子 我爸很喜欢 他觉得 现在全都是虚拟技术 做出来的演员很没意思 他有一个房间的老电影 CD 水精灵很自然地 谈到了他的家人 我也很喜欢老电影 看过一些片子 路里曾经见到过一个电影播放器 很古老的那种 成了兄妹两人娱乐消遣的主要手段 想不明白你们这些人 你或许和我爸爸能够谈得来 水精灵说道 奥瑟尔伐木场 在湖畔镇的东方 距离湖畔镇有一段距离 幸好水精灵和路里都有坐骑 省了不少的时间 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黑石兽人们正在换房 整个营地里闹哄哄地 让他们顺利地混了进去 路里打头阵 水精灵跟在后面 水精灵发现 路里有点大男子主意 他们两个行动的时候 这家伙每一次都自然而然地走在前面 遇到必须杀的怪物 他都自己动手 似乎水精灵本人 就只需要跟在后面就行了 水精灵虽然是一个美女 可一直以来都位高权重 技术也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他几乎是第一次身处这种被保护的状态 专心点 路里敏锐地发现 同伴有点走神 左边那个交给你 右边那个我来 一起闷棍 然后集中力量杀中间那一个 那是个精英 好的 水精灵比划了个OK的手势 打起精神跟了上去 路里判断的没错 这里果然是地牢的入口 打开圆形的盖子 就是一股臭味迎面扑来 水精灵被熏得连连后退 你在外面等 我自己一个人进去 如果有怪来了 就提醒我一下 路里很体谅地让他守外面 水精灵连连点头 他有点受不了 游戏模拟出来的这种味道 或许黑石兽人 也不喜欢阴暗腐臭的地牢 下面并没有守卫 有一些NPC被囚禁在下面 他们看到路里下来 原本死记的毛子顿时亮了起来 他们拼命捶打着地牢的铁栅栏 喊着救命 路里没有急着去救他们 虽然也知道 救了这些人 能够获得一定量的声望 他站在宽敞的走道上吼道 我来找几个人 梅森娜 约根森 卡拉克尔 丹福斯 有人知道他们吗 地牢里安静了一会 然后有人出声 我就是梅森娜 找我们什么事 救你们出去 路里走到这间牢房门口 使用开锁技能打开了门锁 他的开锁技能已经四级 这种程度的小铁门根本不在话下 还有我们 还有我们 地牢里除了路里要找的这四个人 还有几十个囚犯 各个种族都有 甚至还有两个食人魔 黑石兽人看起来确实挺有实力的 要不然也没办法抓这么多人关起来 水精灵接应到了四个要找的人 带着他们躲过黑石兽人巡逻兵的眼线藏了起来 然后路里这边一个个地打开了牢门 囚犯们蜂拥而出 争先恐后地冲出去 这些人真是没有礼貌 从头到尾都没有人向他道谢 路里摸摸鼻子 内心原本刚刚泛起的一点内疚 顿时一扫而空 如此多的囚犯越狱 自然引起了奥斯尔伐木场的骚乱 黑石兽人们忙着四处抓扑他们 好了 咱们趁乱离开吧 路里回到水精灵的身边 不行 我们要拿回我们的装备 被救出来的梅森娜 焦急地说道 他们四个全都是青一色的大裤衩 露出强壮的肌肉 回头再买就是了 女土豪觉得 只要是用钱能解决的 最好就别多此一举了 那是我们的装备 必须拿回来才行 我知道在什么地方 你们跟我来 盗贼卡拉克尔率先在前面探路 他没有装备 但是一些基础的技能 还是可以用的 路里连忙跟上去 有需要战斗的地方 他和水精灵会第一时间出手 这几个家伙 是说服击沙恩回心转移的关键 宝贵的井 万一挂掉就得不偿失了 好在路里之前放出去的那一大批囚犯 真的帮了他们大忙 整个营地到处都是乱哄哄的 根本没有人发现他们潜入库房 库房什么的 路里最喜欢了 不过库房的索比劳门要高端太多 以路里的开锁水平居然无法打开 这时候被他们救出来的盗贼卡拉克尔 就发挥作用了 也不知道这个NPC盗贼究竟多少级 他拿着一根怪模怪样的开锁攻击 随随便便捣弄几下 居然就打开了库房的大门 第756章 老兵不死 唯有凋零 我去 要是能把这伙招募了 该有多好 某人在最短的时间建议四千 基沙恩在牛也比不上这种 可以开人家仓库的盗贼啊 我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超过一分钟 仓库里面的报警器就响了 行动 卡拉克尔兔子一般地窜了进去 第二个窜进去的是路里 一个不设防的仓库 就摆在他的面前 这让路里怎么淡定 黑石兽人仓库的东西不少 应该说非常多 只不过最多的还是木材 占据了99%的空间 这里毕竟是奥瑟尔伐木厂 本来就是黑石兽人的木材采集地 幸好还剩1%的空间不是木材 符纹布 好多符纹布 从最低级的亚麻布 到毛料 丝绸 模纹布 都是目前市场上流通的常见布料 符纹布是比模纹布更高级的布料 一般只有50级以上的怪物才会出产 45级以上的怪物偶尔也会掉落 但是概率实在太低 50级怪物实力翻天覆地的增加 造成了符纹布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一组200张 组组有17组 路里扔掉了一些垃圾东西 才把这17组符纹布装完 而水精灵选择的是草药 一组组的草药 进了他的背包 目测利润不比路里差多少 木材其实也值钱 但是木材 对人物负重影响太大了 路里和水精灵自然是连看都不看 走 离开这里 四个NPC已经找到了他们的装备 穿戴一新 法师梅森纳 圣骑士约根森 战士丹福斯 盗贼卡拉克尔 穿了装备之后 才容易辨认他们的职业 快走 再不走就要被包围在这里了 法师梅森纳 向着一堆堆的木材 丢了一颗大火球 操 有必要做得这么绝吗 路里抢了几组皮革 就被几个NPC拖走 看样子 系统不看不下去了 这货见了金币 就万乎所以 现在符文部的价格 大约在90英币 17组就差不多能卖到3000金币 加上那几组厚皮 妥妥的3000金币到手 完全是意外之财啊 他本以为这是一个收获一般般的任务呢 谁也没想到 会在这么不起眼的一个环节 赚到如此一笔丰厚的巨款 也幸好 他刚才跟着来了 如果他把这笔钱 全部买成湖畔镇的房子 几个月之后 这些房子再卖掉的话 或许就能把欠水精灵的债 还掉大半 路里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冲出了伐木场之后 才后知后觉的 发现他们安全了 谢谢救我们出来 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 法师梅森纳士的明白人 知道别人不会无缘无故地救他们 更何况是从重兵把守的黑石兽人营地救援他们 Omega WTKNCO 是这样的 路里也没拐弯抹角 直接把自己的目的说了出来 和当兵的打交道 就是要直来直去 约翰不会同意的 你把我们救出来也没有用 他实在是太伤心了 几个NPC面面相去 最后一起摇头 他们感觉很抱歉 不过帮不上忙也没办法 他们可不会主动回到地牢里去 又不是娘们 有什么好伤心的 我们找他去杀兽人 难道他不想杀兽人 难道你们不想杀兽人 路里说道 几个NPC的呼吸 立刻粗重起来 他们几个被囚禁的这段时间 黑石兽人可没少折磨他们 只有水精灵 不着痕迹地瞪了路里一眼 手里的匕首笔划一下 忍得很辛苦 没把路里给捅了 娘们怎么了 娘们招惹你了 活该你打一辈子的光棍 一群人冲到地下赛场 这会儿 约翰 姬沙恩 又和人打上了 从表面上看 他还是挨揍的那个 看似鲁莽的人 其实也不是一点心机都没有 他每一次都被打得很惨 都是在最后显而又显得赢得赏金 他的对手总以为下次会赢 所以他就一直有生意 只是路里不明白一点 这样拳拳倒肉地挨揍 难道真的不疼吗 无意中 扫到台下人群中 几个熟悉的身影 姬沙恩又超常发挥了 可怜他那自我感觉良好的对手 还没搞明白情况 就晕了过去 然后 又是一阵阵对姬沙恩的谩骂声 你们 姬沙恩看着梅森娜等人 张张嘴 最后发出了一声感慨 最后的战友 他们 必连那么多人 都倒在了和兽人战斗的前线 一番唇枪舌剑的争执 众人初步达成了 杀黑时兽人的移植目标 至于湖畔镇的这些人民 没有人提到他们 军人的心已经被伤透了 老兵不死 唯有凋零 姬沙恩的职业是猎人 他没有宠物 自己都养不活自己 根本就没有余钱 去养活另外一张嘴 擅长弓箭和匕首 这和滴滴血的兰博有点相似 我们可以走水路 能够绕过很多麻烦 直接就能赶到目的地 在简易的旅馆中 铺开一张地图 几个人围着桌子 制定作战计划 必须找到一艘船才行 姬沙恩看向陆离 我来负责 陆离点点头 他也知道这几个 NPC都快穷得吃土了 租船这种事情 只能他来掏腰包 在止水湖东岸这里登陆 然后我们需要做的是 摧毁他们的大本营 石宝要散 里面有数不清的黑石兽人 还有豺狼人大军也进住了 据说还有可能存在其他敌人 陆离把自己所知道信息 尽可能地共享出来 我们可以用炸弹来摧毁这个要塞 我想 所罗门那个老杂矛 一定愿意把库存的爆炎炸弹交给我们 姬沙恩很快就找到了对策 陆离的口水 很快就流出来了 军方独享的炎爆炸弹 如果能够摊下来几颗 找人研究出配方就太棒了 虽然爆炎炸弹的威力和稳定性 没有碍微炸弹那么好 但是用来摧毁建筑倒是足够了 而且爆炎炸弹对兽人有伤害加成 炸弹里的毒炎 能够阻止兽人强大的恢复力 所罗门怎么可能会舍得给我们爆炎炸弹 他简直就是个吝啬鬼 圣骑士约根森愤愤地说道 他会的 因为他还要靠我们来保卫湖畔阵 陆离的话 引起了大家一阵哄笑 第757章 敲诈阵掌 水精灵看着陆离 很快就和NPC打成一片 有点不可思议 他一直以为陆离是个冷漠高傲的人 没想到他也有幽默风趣的一面 其实 陆离从小带着妹妹 怎么可能一直本着脸 只是他这人有点内向 和不熟悉 或者不对脾气的人在一起 就不太喜欢浪费表情 而今天这几个军人出身的NPC 则比较对他的胃口 大家粗俗地调侃着所罗门镇长 藐视着黑石兽人 非常有共同话题 按照计算出来的位置 我们至少需要46颗爆炎炸弹 才能对石宝要塞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基沙恩的手 在地图上乱七八糟地点着 确定安装炸弹的位置 反正陆离是看不懂的 你们去找所罗门镇长要炸弹吧 梅森娜对陆离说道 那你们呢 陆离问 我们好久没见面 打算喝一杯 你要请客吗 梅森娜怪笑着说道 那还是算了吧 我去干活了 看样子 跑腿的命是躲不掉了 陆离无可奈何地 去找所罗门镇长 你们来做什么 任务完成了吗 知不知道 湖畔阵危在旦夕了 所罗门镇长看到他们 就一脸的不快 而且理所当然的 把湖畔阵的安危重担 放在了两个玩家的肩膀上 镇长阁下 我觉得这个任务实在太难了 陆离拦住想要解释的水精灵 苦恼着说道 托德曼上校说 只有基沙恩才能救湖畔阵 可是基沙恩一点都不在乎湖畔阵了 而且 他似乎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我们恐怕要放弃这个任务了 毕竟我们也无法强迫他去送死 你们不能这样 任务失败了 会有惩罚的 所罗门镇长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不敢置信 陆离会这样说 一向对他卑躬屈膝的冒险者 什么时候有了拒绝任务的勇气 什么惩罚 我们接着就是了 陆离才不相信 这破任务有什么惩罚呢 按照曙光的法则 一旦任务有惩罚 必须提前说清楚 所罗门镇长开始后悔 没有给任务设定一个惩罚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姬沙恩那个混蛋 想要什么才肯出手 作为一个湖畔镇的人 居然不愿意为了保护湖畔镇而战斗 他不配称作英雄 大叔 这个时候才想起来他是英雄 早干嘛去了 如果英雄为了吃饱肚子 必须整天在赛台上被人打 那这个英雄有什么吸引力 是不是只有在去送死的时候 他在您的眼中才是一个英雄 陆离很不客气地 对着所罗门的老脸嘲弄 他是一个军人 那些是他应该做的 所罗门老脸发红 是啊 现在他不是军人了 抱歉我们也不是 湖畔镇被黑石兽人占领 似乎也没什么 陆离一本正经地说道 如果湖畔镇被占领了 我们再打回来 暴风城会对我们更多的奖励 所罗门镇长的脑子有点发忙 这个过程对冒险者来说 似乎是奖励多少的问题 而对于他这个湖畔镇镇长来说 似乎关乎生命和前途了 我们会想办法 从黑石兽人手里 收复湖畔镇的 陆离一副镇长你放心吧的语气 不 你看看这个湖畔镇 景色是多么的美丽 人们生活是多么的平静 难道你忍心他们 毁在那些该死的兽人手里 所罗门镇长极了 是有点不忍心 陆离点点头 盯着地中海老头缓缓地说道 所以我要求更多的报酬 此外还有一百颗暴炎炸弹 提高报酬没问题 所罗门镇长头摇得像波浪鼓 但是一百颗暴炸弹不可能 如果黑石兽人进了镇子 你所有的东西都要改信 或者你要去暴风城去求援 看看那些老爷们的工作效率吧 等他们来到 这里一定寸草不留 陆离一眼就看穿了这个 NPC那点可怜的智能 但是镇子里根本就没有一百个暴炎炸弹 所罗门镇长本来就小气 这会儿快要被欺负哭了 尊敬的镇长阁下 谎言会带给你后悔下半生的灾难 陆离恐吓他 真的没有一百个 如果有的话 我一定全给你 仓库里只有五十个 不信我带你去看 所罗门镇长额头冒汗 他决定从今天开始讨厌冒险者 好啊 带我去看 陆离大喜又能去洗劫NPC的仓库了 然而 进了仓库之后 他才知道自己想多了 仓库里除了腥臭的鱼竿 就只有五十个暴炎炸弹 既没有草药 也没有布料 更没有他想象中的金银珠宝 这一定不是所有的 你一定是藏起来了 陆离不爽 按照湖畔镇的级别 镇子上只能有五十颗暴炎炸弹 这种东西非常的不稳定 只有经验丰富的老兵才能使用 所以一直存在这里 你要是不信 我也没办法 看样子 真的没有更多了 陆离也不敢逼得太急 将五十颗暴炎炸弹 全部收了起来 这是什么东西啊 仓库的角落里 有一个造型很古怪的东西 上面散乱地堆满了小鱼竿 哦 那是一辆地金坦克车 似乎坏掉了 所罗门镇长不怎么在乎地说道 如果你想用的话 就带走吧 但是我估计能修理的人不多 要 当然要 如果有飞艇就更好了 地金坦克车和现实中的坦克不一样 但是同样能起到强大的防护作用 对于部战来说 是非常犀利的东西 陆离早先已经清理了背包 把符文布都存起来了 而且这个坦克使用了反重力科技 陆离勉勉强强 能够把坦克装起来 只是负重稍微有点失利 事成之后 你打算给我们什么奖励 陆离还不满足 这是水精灵触发的任务 但是他也不阻拦陆离敲诈 NPC就这么用一双期待的毛子 笑盈盈地看着 这个笑容 恐怕连他自己不照镜子都意识不到 该死的 我给你翻倍 还不行吗 所罗门镇长恨恨地咒骂了一句 破罐子破摔地说道 给你们二十个金币 还有大量的经验值 我操 翻了倍之后 也才二十个金币 老头 你找奏势吧 第758章 工程修理技能 出生入死 为了你的湖畔阵 你就这点表示 陆离一副要去揍着老头的架势 水精灵连忙拉住他 当然 他也就装个样子而已 镇长对他来说是友善单位 没办法打 就算真的打他 也打不过 任务规定 最多就只有十五金 我也没办法 额外的五个金币 还是我的私房钱 所罗门肉疼地说道 我只是个小镇长 又不是真正的贵族 他这话倒也不算胡扯 湖畔镇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厚 而镇子能够建设得这样 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这个吝啬鬼镇长 确实不是贪得无厌的人 那好吧 经验值呢 陆离对金币并不如何看重 事实上 任务得到的金币都比较菲薄 所罗门镇长说了一个数字 陆离算了一下 只够他升4% 其实对于他这个等级来说 能够升4%的任务少之又少 但他依旧想要更多 这种保护某某某的任务 一般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完成的越是彻底奖励越高 但是也要靠自己争取 尤其是在发布任务的人 是吝啬鬼的情况下 所罗门镇长 绝对不是那种 主动提高任务奖励的人 所罗门镇长被缠得没办法 又确实很担心陆离放弃任务 最后给出了一个更多的数字 差不多升9%的样子 似乎到了他的底线 无论陆离怎么死缠烂打 都不在松口 甚至于破罐子破摔地说 打算放弃湖畔阵 撤回暴风城 陆离才不相信 他会这么做呢 20的金币之外 是一份能够让陆离生9%的经验值 至于装备或者材料 那是一点都没有 所罗门镇长倒是愿意给 陆离几组小鱼竿 全都被他拒绝了 这种粗质烂造的东西 就连给残梦味宠物都不够格 我昨天派出了一个赤后 去那边调查 留下了梅花形的暗号 你们可以去联系一下 所罗门镇长飞快地说道 他现在只想 陆离和水精灵快点滚蛋 最后一个要求 陆离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等我们完成了任务之后 你必须给基沙恩他们一份工作 他们是战士 可以保护湖畔镇 记住这个教训吧 不要下次还等世道临头 再到处求人 所罗门镇长老脸一红 闷声表示自己听到了 等陆离走了之后 这老头才信信地回到仓库 此时仓库里再不是刚才 满是小鱼竿的景象 至少不全是小鱼竿 除了更多的爆炎炸弹 还有一些武器兵甲 还有布匹 毛皮 矿产等材料 甚至还有稀有材料 和大量的金币 湖畔镇人来人往 哪有他说的那么贫瘠 这也是他为什么 接受陆离敲诈的原因 当你的钱多到一定的程度 你就不会在乎 给别人的是一个包子 还是两个包子 陆离又去租了一条小船 他本来有一艘船 只是没有随身带着 湖畔镇有往外租赁的观光船 七个金币就可以玩五个小时 这点钱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 陆离和水精灵回来的时候 基沙恩几个人 在止水湖畔等待 他们都是有分寸的人 都没有喝醉 每个人都穿上了修理好的装备 猎人基沙恩 法师梅森娜 圣骑士约根森 战士丹福斯 盗贼卡拉克尔 和还有陆离和水精灵 队伍里一共三个盗贼 没有治疗 其实搭配并不合理 但是考虑到 这是一个潜伏性的任务 这种搭配反而更加合理一点 这个东西还能用吗 陆离将坦克扔到众人前面的空地上 居然是CTF二地精坦克 好东西啊 丹佛斯你的了 修理好它 基沙恩拍拍坦克外面包裹的铁皮 很开心地说道 话不多的丹佛斯 走上来检查一番 最后提出了几种工程材料 都是陆离能够找到的 他本身就是个高级工程师 修理工作简单地近乎敷衍 一眨眼的功夫 原本不堪入目的坦克 缓缓地启动起来 战士丹佛斯 除了擅长工程学 还是个优秀的驾驶员 陆离毫不吝啬地赞美 这种鬼斧神功的技术 你如果想要学习的话 我可以把工程修理这个技能交给你 其实用处不大 战士丹佛斯很和善地说道 当然 谢谢您的慷慨 陆离大喜 丹佛斯给了陆离一本书 陆离打开之后 就接到系统的提示 提示他学会了工程修理技能 该技能能够消耗一定的材料 对损坏的工程学物品进行修复 需要专家级的工程学 而且有一定失败的概率 多会一样东西 就一些赚钱的机会 更何况是工程物品修理这种神技 因为重生的关系 陆离知道 很多废墟和遗迹 有工程学造物的残剑 只要能修理好那么几个 就是一笔意外的财富 然后陆离又拿出了爆炎炸弹 46个爆炎炸弹 你们还真是失诚 基沙恩收起陆离拿来的炸弹 将陆离租借来的船推进水里 陆离黑黑一笑 也跟着上了船 划船的是法师梅森娜 他向后释放一种火系法术 靠反方向的推进力前进 可能是经常干这种事 小船行驶得又快又稳 等这次任务结束了 我就用这种绝活去做个渔夫 梅森娜笑嘻嘻地说道 我去种地 我的祖父 我的父亲 都是靠种地 把老婆孩子养大的 圣骑士一身赢甲 威武神圣的外在 居然只是想做个农夫 其他人也都纷纷说出回来的打算 基沙恩这个传奇兵王坐在船头 对着波光灵灵的湖水发呆 他回过神之后说道 我 我可能还是会去打拳吧 其实不用这样 我已经好索罗门镇长说好了 他会为大家提供体面工作 陆黎说道 本以为这个好消息 会换来一阵欢呼 没想到 五个NPC都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基沙恩看场面太尴尬 拍了拍陆黎的肩膀 说道 有这份心就行了 谢谢你兄弟 说话间 石宝要塞已经近在渴望 石宝要塞 曾经是联盟的堡垒 在第二次大战中 被黑石兽人攻陷 至今仍被他们占领着 他位于湖畔镇东面 一个很有战略价值的小坡上 这些黑石兽人 常年劫略来往的旅行者 有时还纠集起来 骚扰湖畔镇外围 甚至连部落的商旅 也经常遭到他们的捕首 第759章 考人 寻了一处茂密的草丛 陆黎将小船藏在了里面 一行人踏上了湖岸 没有直接启程去石宝要塞 那边的虚实未知 大家还是决定 先找到所罗门镇长说的 探子布鲁贝克 再做打算 找了一会 所以陆黎发现 湖岸附近的一棵大树的枝干 被刀子削了一块 模模糊糊的 有个梅花的标记 正是所罗门镇长描述的那样 顺着标记的方向 陆黎等人 很快发现了第二个标记 看来这炙候还挺谨慎的 每一次的指示方向的手法都不一样 只有基沙恩他们 这样的老兵才能看懂 而地面更是看不到任何痕迹 就这样 在湖畔找了十几分钟 走在前面的基沙恩 猛地蹲下来 握拳做了个停止前进的东西 大家大气都不敢喘 然后窝行了一段距离 学着基沙恩的样子 顺着草丛的缝隙往外看去 操 太凶残了吧 陆黎的喉咙有点发痒 他的步子往旁边一挫 挡在了水精灵的身前 水精灵正想要往前凑看看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被陆黎挡住了视线 然后听到他低沉地说道 别看 兽人把布鲁贝克架在火上烤了 水精灵身子就是一抖 伸手抓住了陆黎的衣服 倒也没有逞强地去看 草丛外面就是一个兽人临时营地 几个兽人正围着火堆休息 火堆上的架子挂着一个光溜溜的人类 已经被烤得外焦里嫩 油脂滴在火里发出滋滋的响声 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烤落香味 这大概基沙恩判断前往有情况的依据 陆黎刚才匆匆一瞥 布鲁贝克焦黑的脸上 那痛苦猙獰的表情就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也不知道游戏设计人员 为什么要设计这种场景 很容易给玩家留下很严重的心理印象 心理素质不好的人 铁定第一时间尖叫出声 水精灵毕竟是一个女孩子 换个角度去想 陆黎这辈子都不希望他的妹妹 看到类似的惨状 所以下意识地就把水精灵护在了怀里 五个兽人 两个战士 两个猎人 一个萨满 周围没有其他的暗手 盗贼卡拉克尔很快带回情报 杀 他们正要发出警报 当先就被两只箭矢射穿了喉咙 击杀恩并不是一次发出两只箭 只是连射的速度太快 看上去就像是同时发出了两只箭 然后就是一面倒的屠杀 陆黎和水精灵都没赶上战斗 水精灵始终没有往那个人肉烤串看一眼 战斗结束之后 就把系统操作界面拉出来改了游戏设置 屏蔽了这种让人恶心的画面 两个NPC把布鲁贝克放下来 就地深埋 布鲁贝克的一甲物品都散乱地堆在旁边 击杀恩在里面翻找了一下 很快找到了赤后的情报 朋友 如果不是我亲手交给你这张变签 那么我八成已经死了 告诉我的妻子 我爱她 你们一定要干掉这些杂碎 令 我还在要塞里发现了黑龙 变签确实是布鲁贝克的 他画出了一张简陋的石宝要塞地形图 还有不怎么准确的兵力布置 用处不大 击杀恩曾经被关在石宝要塞一段时间 作为战俘 还参与过石宝要塞的修建 不过信间里提到了黑龙 确实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 不用担心 就算有黑龙 也照样一块炸死 击杀恩冷冷说道 他扯着地上黑石兽人的尸体 将他们扔进火堆里 火焰顿时更加旺盛了 一行人心情沉重地继续赶路 再靠近一些石宝要塞 远远地就可以看到兽人的巡逻兵 他们一般识人一个小队 四个战士 两个猎人 两个萨满 两个狼骑兵 职业搭配得无懈可击 而且都是精英怪 刚才那五个兽人 估计只是半个侍候队 那些狼都有反潜的能力 你们小心了 击杀恩对陆离和水精灵说道 他所说的狼 应该指的是狼骑兵的做狼 还有那两个猎人带的也是狼型宠物 只是体型要小很多 腿也非常短 不过粗壮有力 估计短程爆发力不错 陆离就纳闷了 你们五个NPC各种职业都有 自己不担心自己 居然担心我们两个盗贼 然后他就看到五个NPC 灌了一瓶什么东西之后 彻底消失在他们的眼前 是的 彻底消失 以陆离的感知能力 都没发现 这些猎人和圣骑士战士 在什么位置 然后 似乎是那个法师梅森娜 对着他们释放了一个什么技能 然后他们才看到 五个已经前行的NPC 这个任务 难道如此的简单 他们是不是在这里等待就行了 别看了 跟上来 梅森娜小声地说道 我们除了安装炸弹 还必须杀掉至少一半以上的小队长才行 不然兽人 有了指挥 会有组织的撤离石宝要塞 这次 一定要把黑石兽人一锅端了 圣骑士约根森横横地说道 完成任务之后 我也不回去种地了 我要去杀兽人 把所有的兽人都杀死 希望等我老了 还有机会去钓鱼 法师梅森娜 不怎么抱希望的摇摇头 好吧 陆离和水精灵 只能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 即便NPC的潜行效果 连陆离也发现不了 可基沙恩等人 也没有清心大意 他们几乎是一点点的 往石宝要塞的方向移动 第一个装炸弹的地方 当然是城堡的大门 有四个兽人在这里守着 必须杀掉他们才行 随着基沙恩的一声令下 他们负责的那三个兽人 第一时间就被杀掉 而陆离和水精灵打的这一只 才掉了一本的血量 基沙恩弓箭方向一转 几箭就把最后一个兽人射死 我来安装炸弹 梅森娜尼 带着大家去下一个位置 从现在开始 我们有45分钟的时间 安装46颗炸弹 顺便杀掉尽可能多的兽人军官 注意不要进中央大厅 指挥官不是我们能够对付的 基沙恩非常的指挥着说道 炸弹是定时的 但是由于极其不稳定 这里只有基沙恩这样的兵王 才能确保万无一失的使用 陆离在旁边偷看了一下 算是粗浅地学会了使用 第760章 黑龙 他的背包里 还剩下四颗暴炎炸弹 说不定下次就能用得上 而且 如此不稳定的东西 在基沙恩的手里 居然一点问题都不会出现 也足以说明 这个兵王有自己独到的手段 陆离本以为会有一场艰难的厮杀 然而出人意料的他猜错了 自始至终 他们就没有被兽人发现 几个NPC的潜行药剂非常给力 他和水精灵也是盗贼职业中的佼佼者 这里的兽人等级 普遍不足50 只要不近距离接触 自然不会发现他们 第46个 基沙恩冷静地说道 最多还有35秒的时间 巡逻的兽人小队会发现 城门的哨兵不见了 我们现在离开这里 其他人自然不会反对 依旧是从石宝要塞的城门处出去 这个要塞 是兽人在赤己山脉立足的钢铁堡垒 他们大肆抓捕俘虏 就是为了修建这个要塞 不然的话 兽人一般是不会养俘虏的 纯粹是浪费他们 本来就很短缺的粮食 指挥官会死吗 陆离很想杀这个boss 从这些兽人精英的等级判断 boss的等级应该不会太高 而基沙恩同样是一个boss 而且是蛮强力的那种 指挥官死不死根本不重要 我们只要杀死足够数量的兽人 他们的进攻计划就会失败 即便是重新集结兵力 暴风城那边的援军也会赶过来 虽然嘴上说 不管湖畔镇的死活 其实基沙恩等人做事的目的一目了然 那好吧 什么时候引爆炸弹 陆离无奈 已经引爆了 话音刚落 整个石宝要塞就笼罩在无边无际的爆炸声中 而且就在陆离等人刚刚穿过城门的那一刻 城门也在爆炸声中轰然坍塌 陆离回头望去 后面是一片烟尘 火光 碎石 而碎石成了对受人杀伤力最大的手段 怪不得基沙恩选择的爆破地点 除了考虑位置 还要考虑安放位置 是不是有很多的石头 陆离突然发现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他的经验直在长 暴涨 他那老半天都不见得能动弹一下的经验条 像是被人拖拽着 使劲拉一般地突进了7% 5%的经验是一个小格 7%是一个小格还要多 肉眼可见 十分明显 水精灵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的等级比陆离低两级 这波经验值涨得更多 甚至当场升到了43级 原来炸弹炸死的兽人 他们能够分得到经验 然而也仅仅是分 并不是独享 不然城堡里这么多的高阶精英 不会只让他们升这一点 鱼波还在轰鸣 而陆离和NPC的这个爆破小分队 已经朝着止水壶的方向狂奔 他们不敢停留 因为那些没死的兽人 依旧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远远不是他们几个可以对付的 更何况这里面铁定会有一只BOSS 除非万不得已 就算基沙恩也不想面对兽人指挥官 一片庞大的阴影照住了天空的太阳 而且越来越大 陆离回头一看 差点吓得摔倒在地上 黑龙 最起码五十级是真正的黑龙 不再是迅猛龙 也不是龙人 是拥有纯正血脉的正宗龙族 准备战斗 基沙恩脚下一滑 扭头拧身 射出一只绿色的魔法剑 可惜擦着巨龙的脖子射空了 毕竟仓促 准确度无法把握 不过 这一剑也化解了巨龙俯窗下的强大气势 随后便是法师梅森娜的一棵巨大火球树 这一下没有落空 而是重重地击中了龙手 这颗火球并没有如其他法师击出的那样迅速消散 而是笼罩着龙手燃烧起来 净空 梅森娜丢掉手里的法杖 将一张银白色的卷轴撕碎 庞大的法术能量拔地而起 眨眼间就笼罩了这一片区域 巨龙如同石头一般地重重坠落在地上 一个超过了五万点的伤害 从巨龙的脑袋上飘了起来 比之前的大火球造成的伤害高太多了 失去了飞行能力的巨龙 在地面上就好似一只放大了无数倍的蜥蜴 他痛苦地吼叫着 被几个近战职业围上来 就是一阵狂殴 似乎巨龙也不怎么厉害啊 陆离上辈子只是一个普通玩家 就算升到了五十级以上 也没什么机会接触巨龙 或许是因为这几个NPC太过强力 法师梅森娜刚才那两手实在太炫酷了 陆离有点后悔 为什么没有去玩法师 而且法师强力的NPC很多 比较容易败师 思索间 陆离也找到了自己攻击的位置 对着巨龙腹部相对来说的软肉攻击了几下 伤害还算可以 至少不是各位数 这才是打BOSS的节奏吗 陆离似乎已经看到巨龙打爆 一地极品装备 等着他去捡的美好未来 都小心保护自己 姬沙恩没有陆离那么轻松的心情 他的神色凝重 一副豁出去的拼命架势 由于射箭的力度和速度都有点超负荷 他的手指甚至已经燃血 巨龙脑袋上的火焰终于熄灭了 他也睁开了眼睛 看着几个弱小的人类正在攻击自己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纳尼 一道火焰从巨龙的空中喷出来 当先被喷中的是圣骑士约根森 即便他当机立断地开启了一个金色的罩子 仍然被烧得焦头烂额 气血损失了一大截 这攻击太高了吧 陆离终于知道 为什么姬沙恩的表情那么凝重 一道黑炎龙溪居然能烧掉一个板甲 NPC一千多的血 如果是烧在自己身上 他经不住地绕了个攻击的方向 攻击他的眼睛 姬沙恩冲着法师吼道 他自己也把巨龙的眼睛当成了目标 那里或许真的是他的弱点 因为攻击黑龙其他位置的时候 他都毫不在意 只有攻击眼睛的时候 他才会躲闪 我们打不过的 跑吧 投 盗贼卡拉克尔喊道 卡拉克尔你先走 姬沙恩被巨龙的爪子擦了一下 在地上翻滚了好几圈 很快又灰头灰脸地爬起来继续战斗 我不走 你们先走 我缠着他 我等一下会自己脱身的 盗贼卡拉克尔一脸地自信